第461章抢光你们 如今芒菲和季风二人已死 神兵淬炼大阵也失去控制 没有了神兵淬炼大阵的威胁 那些漂浮在半空中的法宝此刻也终于坠落下来 此刻 梧桐神树只剩下一根残破不堪的树干 而奎牛神谷也变得千疮百孔 惨不忍睹 这两大法宝原本是原界最为强大的几件法宝之一 但是此刻残留的威能 连阵教之宝都不如 唯有江南的玄源鼎和神王剑 依旧毫法无损 保持全胜状态 而且经过这一番淬炼 这两套法宝的威能都大有提升 不过 江南的另一件法宝 玄源圣水棋便没有这么幸运了 虽然玄源圣水棋加入这场法宝混战的时间尚短 但是棋面也破败不堪 威能损耗了近半 好在 正面大棋依旧保存完整 只要有足够的材料 假以时日 必然可以恢复到全胜状态 除此之外 还有一套法宝在芒妃死后 从他子府空间中掉落下来 却是无数神经炼制而成的一条条锁链 这些锁链共同构建成阵魔大阵 神阵自身的威能散发开来 漂浮在半空之中 至于龙皇 凤皇二人 则只剩下一口气掉命 光太阳神殿终于撞上玉天道中 当场将这口大中撞的斜斜飞起 虚空裂痕之中 居住在太阳中的妖神心中大喜 一股浩荡法力传来 无数道则从太阳中的那颗金屋之卵内转出 化作一只大手 向着把当魔剑抓去 他虽然依旧未曾出事 但是法力却强横的恐怖 与当年太皇与习应勤一战时的二人相差无几 直接打通太阳中心与原界主星的空间 相隔不知多少亿里的空间 直接被拉到跟前 让他的法力可以肆无忌惮地施展开来 他就是靠这种手段 未曾离开太阳 便一举将芒飞镇死 欲天道中被太阳神殿撞飞 这口大钟飘飘荡荡 钟内将难一步跨出 伸手一招 欲天道中落在手中 妖神 想夺走我的神剑 你还没有资格 妖神的道则所画的大手 还未触及当魔剑的剑柄 突然只听吃了一声 当魔剑内无穷的剑气陡然迸发 半空中剑气纵横 密集沉网 下一刻这只道则大手哗啦一声碎掉 这股剑气如此凶猛 竟然将神明的道则斩碎 还未曾出世 便有如此凶猛的威能 这把当魔剑不愧是三剑之手 金乌之卵中传来妖神又惊又喜的笑声 当魔剑已经被你炼化了 不过这也没有关系 只要杀了你 当魔剑依旧是无主之物 礼教江南 习应勤死后你就是玄天圣宗的长教 剑鼓上空的那轮交扬突然变化作一个巨大的眼球 滚动一下 落在江南身上 巨大的太阳和江南小小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 习应勤很强大 若是他能够活下来 今后必然是一位了不起的大高手 成神作祖不在话下 甚至将来修成神尊都有可能 不过 他死得太早了 让我看看 你作为他的继任者 有什么手段 妖神 且慢 突然一声龙吟响起 祖龙剑化作一头长达百里的祖龙 横在江南与这只妖神之眼中间 应无双冷横道 妖神 将掌教于我有救 还望你给我一个薄面 放过他一次 于你有救 那只巨大的妖神之眼露出疑惑之色 无双郡主 我记得他上次且听你我谈话 你还一道神通追杀他 怎么现在便与他有救了 应无双脸色为红 冷声道 我与他有救 与你有什么关系 既然无双郡主为他求情 我便放他一马 妖神呵呵笑道 不过要我放过他可以 但是弹魔剑必须落在我的手中 不仅要弹魔剑 还要珠魔剑 这两把神剑你们已经祭练了吧 把你们的烙印抹除 交出两把神剑 你们便可以走了 硬无双犹豫一下 他与江南虽然很熟 彼此也有些好感 但是他自幼受到的教育 与其他女子不同 他向来把家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个人感情放在第二位 珠魔剑对他的用处极大 这把神剑的威能极强 放在真神之宝中 也是了不起的精品 如果交给他的父亲硬神侯 便可以让硬神侯的实力提升一倍 地位更加稳固 因此他心中也有些犹豫 舍不得交出来换取江南一命 妖神冷笑道 无双郡主 看来你是不愿了 好吧 突然 江南朗声笑道 妖神 你交出这魔剑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饶你不死 饶我不死 太阳之中传来一声倾笑 只听一个冷漠的声音道 太阳神殿 震死他 那座太阳神殿之中传来浩瀚的神威 向江南轰然落下 这座神殿远胜其他普通的神明之宝 威能还要胜过魁牛神谷 神鼎以及江南得道的山水珠 虽然比三把神剑逊色 但毕竟是妖神亲自炼成 心意之间威能便可以催发到最大 硬无双暗叹一口气 正欲出手帮助江南挡下这一击 心道 我毕竟与他有救 岂能看他送死 却在此时 突然只见江南周身无数道文涌出 密密麻麻的道文洞穿虚空 如同一张大网四下张开 接着 剑谷四周的虚空中 那些原本已经隐没的神兵 淬炼大阵的道则刷刷浮现出来 神兵淬炼大阵陡然启动 在此疯狂运转 江南放声大笑 神采飞扬 妖神 你心辛苦苦练就的神殿 助我一臂之力 让我用来淬炼我的神剑 彻底练成这把当魔剑吧 他原本便从其他练宝室中 得到了几座神兵练宝大阵 收入子府中研究 这段时间已经将神兵练宝大阵研究透彻 王妃季风二人可以催动这座大阵 他也可以 江南原本打算用这种手段来对付王妃和季风 此刻妖神和应无双干掉二人 便索性将这座大阵激发 让妖神栽一个大跟头 轰 剑谷中的神兵练宝大阵再次启动 一剑剑法宝再次腾空 魁牛神谷 梧桐神术 加上江南的玄元顶 神王剑 以及阵魔大阵 通通漂浮在半空之中 未能再次爆发 妖神措手不及 太阳神殿立刻失去控制 滔天的微能爆发开来 毁灭一切 不仅如此 即便是他刚刚收服的阵魔剑 此刻也脚腾变化 威力一下子完全绽放 吃得一生 无数剑气绽放 毁灭一切的剑气爆发 除此之外 还有一把祖龙剑腾空而起 化作一条祖龙 在剑谷中腥风作浪 应无双刚刚收入子斧之中的 珠魔剑也穿透他的子斧 跳跃而出 无形剑气四下咄咄乱射 这一次 诸多神兵暴动 比刚才芒菲与季风等人 暗算天下各大门派圣地的 掌教时更加壮观壮阔 毕竟 刚才大部分法宝只是镇教之宝 而现在单单神明之宝便多达六剑 其中更有镇魔剑珠魔剑 还有应无双的祖龙剑 糟糕 应无双俏颜巨变 急忙抽身后退 他也是天宫八重的绝代强者 练就了神性 只是神性未曾圆满 因此没有成就神明 江南这一次激发神兵淬炼大阵 连他的祖龙剑也被卷了进去 这次种种神明之宝爆发的威力太强 即便是他也承受不起 郡主 救我一救 龙皇有气无力地叫道 硬无双灰袖将他卷起 而凤凰也重伤不喜 同样也被他卷走 向谷外夺落而逃 与此同时 太阳之中传来妖神愤怒的声音 小辈 你敢暗算我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江南充耳不闻 突然手掌轻轻一震 无数剑光从荡魔剑中击射而出 密密麻麻的剑光向那道虚空裂痕中射去 那道连接太阳与此地的虚空裂痕顿时闭合 即便是妖神 也不敢直面荡魔剑的剑光 老祖 救我 妖皇傻了眼 急忙高声叫道 那道虚空裂痕突然再次裂开 一只道则大手探出 捞起妖皇消失不见 堕堕堕 无数剑光斩去 将虚空窃的千疮百孔 可惜未能将妖皇留下 算你们跑得快 现在 三把神剑通通都归我所有了 江南放下心来 专心控制神兵炼宝大阵 维持大阵运转的同时 操纵大阵让自己避开种种法宝的攻击 这座大阵极为精妙 可以让控制大阵之人身处阵外 法宝未能无法伤及自身 芒妃与季风二人修为不如江南 尚可以在阵法之中安然无恙 江南自然也可以 此刻 所有人死的死 逃的逃 整座阵魔殿只剩下江南一人 而在剑谷之中 一剑剑神明之宝碰撞 不断爆发出强横至极的威能 甚至连阵魔剑珠魔剑也散发无数道剑光 魔力荡魔剑 只见神山在种种法宝的冲击下越来越小 更多的剑体显露出来 剑身之中 无数道剑光四射 与半空中的各种法宝碰撞 砰 梧桐神术陡然炸开 四分五裂 碎了一地 这剑法宝档次最低 只是无限接近神明之宝 最先碎裂 魁牛神谷也陡然掩其息谷 彻底没有了生息 从高空坠下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毁在诸多法宝的攻击之中 祖龙剑遍布裂纹 太阳神殿破破烂烂 江南的悬圆顶和神王剑之上 也布满大大小小的缺口 即便是诸魔剑和阵魔剑 此刻也出现一个个小小的缺口 赫然是被荡魔剑的剑光所伤 这把神剑越来越多的剑体出现在空气中 杀气 江南闭上眼睛 仿佛感觉到无穷的杀气袭来 让人如坠地狱 眼前有无穷恐怖涌来 亿万天魔鬼哭神嚎 而在亿万天魔之中 只剩下一把神剑矗立 以杀气扫荡群魔 第462章一统元界 过了两久 中央神山几乎被炼得一为平地 只剩下一把神剑插在那里 荡魔剑终于淬炼成功 江南收回周身道文 神兵淬炼大阵缓缓停止运转 却在此时突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太阳神殿陡然撞破虚空 消失不见 与这座神殿一起离开的还有应无双的祖龙剑 江南没有阻拦 这两件神明之宝都是久经济链 收发一星 以它的实力根本镇压不住 只能任由两人各自收走它们的法宝 不过 太阳神殿和祖龙剑这两件神明之宝 此刻威力也是大损 最低折损了大半 想要恢复到全胜状态 只怕还需温养醋十年乃至百年之久 江南大步上前 手持剑柄 轻轻将这把神剑从山体中抽了出来 荡魔剑 神光喷涌 围绕它的周身化作一片金灿灿的漩涡 疯狂搅动 将虚空搅碎 那些神光赫然是由无数剑光组成 犀利无匹 花 无穷的神光呼啸返回 涌入剑柄之中 神光凝聚 变成一把六尺剑身 剑风逼人 咦 这把荡魔剑还有变化 江南心念为动 只见荡魔剑的剑身突然缩入剑柄之中 接着剑柄也急剧缩小 最终在它手心变化为一颗滴溜溜转动不休的金色剑丸 与葡萄差不多大小 它轻轻将这剑丸抛起 只见剑丸来到半空之中 顿时一道粗达粗杖长达百杖的剑光翁的一声出现 轻轻一扫 左边的神山立刻被平平切开 如同快刀切豆腐一般 好东西 江南心欢怒放 将荡魔剑收起 随即又收了震魔剑 没过多久 便将这把神剑练化 震魔剑也可以收为褐色剑丸 大小有星 很是厉害 不过在威能上 震魔剑便要比荡魔剑逊色一筹了 这把神剑重在镇压 一剑词下 剑意镇压神魂 法力 神师肉身 几乎让人无法躲避 尽管威力不如荡魔剑 但也有其独到之处 好东西 江南赞叹一句 把震魔剑也收入子府之中 又取来珠魔剑 这把神剑无形 看不见剑身所在 即便连剑柄也无法看见 不过炼化之后 神剑便能够映入他的眼帘 只是外人还是无法看到 珠魔剑的剑丸无色 即便记起之后 别人也休想看到 这把神剑 用来偷袭最好不过 好东西 不过无双的烙印还在剑体之中 这把神剑依旧在他的掌控之内 他没有试图收走这把神剑 估计是担心惹我动怒 与他翻脸 江南沉吟片刻 心道 无双好歹也是我的友人 曾经多次助我 而且我这次弄坏了他的祖龙剑 不能没有表示 他心念为动 太阴化身从镇天心狱中起身 穿过新门 没过多久便来到神须镇魔剑中 这尊太阴化身取了朱魔剑 飘然而去 直奔万龙巢 镇魔大镇和镇魔剑 这两件宝物也是神明之宝 江南安排自己的化身 将朱魔剑送给印无双 联络感情 心道 镇魔剑的中枢便是剑谷的神兵淬炼大镇 这座大镇被江南祭炼 镇魔剑也落入他的手中 镇魔大镇和镇魔剑 都可以用来镇压邪魔 镇魔剑中大大小小的虚空求拢 促以万计 殿外在以镇魔大镇镇压 就算是神明也逃不出去 他愁躇满志 收了镇魔大镇之后走出镇魔殿 心念为动 将这座大殿也收入梅星子府之中 心道 如今元界主星诸多大派圣地 掌教至尊死的金光 只有龙皇 妖皇和凤皇逃脱 镇教之宝也统统毁在剑谷之中 可以说群龙无首 若是能将这些门派吞并 把这些门派中的高手 拉入我玄天圣宗 我圣宗的实力 势必会再次膨胀促背 习应勤不会做出 吞并其他门派圣地的事情 即便是他戴着鬼脸面具时 也不曾做过恶事 但江南的理念与习应勤不同 他连妖族魔族都能收为弟子 吞并其他门派并无任何心理负担 我圣宗已经是元界最大的门派 实力在膨胀促背的话 便可以横扫朕天心欲 将那片富饶的心欲 变成我圣宗的后花园 江南回到玄冥大陆 当即召集圣宗精英 有长教至尊及强者带队 使敢当天机秀士 灵左明 落花英 真灵玄女 皮修圣王 蛇老怪 各自带着一件镇教之宝 前往元界主星 去降服那些无主的门派和圣帝 争夺人力资源 那些门派圣帝群龙无首 有的愿意归顺 有的则誓死抵抗 使敢当等人 却也没有为难他们 愿意归顺地变并入玄天圣宗 半年之后 圣宗变得无比兴旺 而在此时 江南也修炼到天门神府的巅峰境界 法力浑厚 不再像从前那样狼狈 已经可以在空中飞行一段时间 如果驾驭虚空宝船等飞行法宝的话 他的速度却也不慢 虽然还是比不上从前 但比步行要迅捷许多 圣宗在洛花英 使敢当真灵玄女等人的率领下 攻入其他大陆 又占领了一座大陆 当成圣宗的新的驻地 继续源源不断从主星迁徙来人类 在这里繁衍生息 而江南则将镇魔殿 镇魔大阵安放在神山之上 但有桀骜不寻的妖王魔王 便镇压在镇魔殿中 道友 我要不要将你也镇压呢 纯阳殿中 江南看向自己的森罗大帝化身 如今这尊大帝化身在他的压制下 修为赫然达到玄兜神府圆满境界 修炼速度比江纳本体还要迅猛 江南微微皱眉 经过上次的天道至宝之节 森罗大帝化身无需刻意修炼 修为便不断提升 速度极快 让他隐隐感觉到有一丝不妙之处 森罗大帝化身提升速度太快 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但是将来肯定会超出他的掌控 引来森罗大帝的意志降临 那时便是他的末日 他细细思索 最终摇了摇头 决定不用镇魔殿镇压这尊大帝化身 因为 他隐隐感觉得到 习应勤有可能真的还活着 压力越大 森罗大帝化身的提升速度越快 掌教与太皇老祖一战 迫使他使出全部力量和潜能 当时他练了三具森罗大帝化身 都已经修炼到天宫七重巅峰 战力却已经超过神魔 江南静静思索 那一战后 他虽然生机断绝 但森罗大帝化身却依旧在不断提升之中 这种提升 很有可能是森罗大帝在暗中捣鬼 习师兄当时很有可能已经引起森罗大帝的注意 上次森罗大帝化身度节之后出现的异状 便已经让他意识到这一点 若是习应勤与太皇一战时也引起了森罗大帝的注意 那么习应勤真的可能未死 江南原本只是为了安慰穆婉勤才说出习应勤的神性有可能落在森罗大帝的手中 而现在他却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他不镇压自己的森罗大帝化身 便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森罗大帝化身修炼到天宫八重时 一切自然间分晓 江南这半年时间中不仅仅只是修炼 同样也在推演习应勤的不舍天宫 无论习应勤是死是活 他都不想这门功法失传 只是不舍天宫的档次极高 甚至连妖神都说习应勤有问鼎神尊之姿 可见这门功法的强大之处推演起来极为困难 半年时间江南也只推演到天宫八进的高度 不舍天宫虽然推演出来 但是江南却发现自己练不成这门经典 因为他没有习应勤那种心境 没有那种不舍的意境 修炼不舍天宫 需要的便是那种浓浓的不舍之情 因为不舍所以才舍身取义 习应勤明知必死而复死 慷慨悲歌 而江南没有那种经历 因此做不到 他将不舍天宫整理出来 悉数传授给习众 让这个小家伙去保管自己父亲的功法 至于习众能不能修成不舍天宫 则看他自己的悟性了 镇天心欲虽然还有许多位绝代强者 但是我将镇魔剑交给师尊 这片心欲中便无人是他的对手 江南向远处眺望 心道除了星空深处那几位神魔 我玄天圣宗已经无人能倒 我留不留在此地 都已经无关紧要 他动了离去之意 镇天心欲虽好 但是缺乏必要的战斗 而元界主星之上 除了妖皇和凤凰 已经没有其他人物值得江南出手 妖神他现在还不是对手 星空深处的树神 因神和蛇神部之善恶 一时片刻间不会与圣宗产生交集 全天圣宗有五大神明之宝镇压其运 再加上诸多镇教之宝 近二十位的掌教至尊强者 洛花英也即将成为爵士强者 如此庞大的力量 已经无需他多操心了 掌教要去哪里 全影道人询问道 中天 江南收回自己的四大化身 纳入眉心之中 只留下太阴化身长羽 硬无双往来 他脑海中浮现出江雪那天仙的容颜 静静道 我要去寻太皇老祖 还要去寻一个人 掌教这次要去多久 全影道人追问道 吃鼠祖放心 我的太阴化身留在此地 如果圣宗有事 我会尽快赶回来 江南微微一笑 如果没有紧急情况的话 我会再下一次 玄斗七宝灵出世之前回到圣宗 第463章中天世界 元界主星 江南来到南海之上 先请见南海的拓跋夫妇 夫妇二人听闻玄天圣宗的掌教至尊前来 不敢怠慢 连忙亲自接待 江南与夫妇二人分座主兵落座 拓跋红笑道 玄天教主此次前来我南海 不知所为何事 江南四下看了一眼 笑道 嫌抗力这南海 最近生意很是清淡啊 夫妻二人对视一眼 心中有些苦涩和暗恼 江南打造新门 开辟阵天心域 一个个门派都将主力搬迁到那里 对元界主星没有了多大的兴趣 南海原本便是和修士做生意 如今一大批修士离开 他们的生意自然不好 而且 前不久坐镇元界主星的各大门派掌教一夜之间死隔禁绝 悬天圣宗又派出高手前来 在各大门派圣地中招兵买马 又拉走很大一部分强者又让南海的生意一落千丈 如今南海只是能勉强经营 两位为何不将南海通过新门 迁移到镇天心域 江南笑道 将来带我将新的主星打造成功 我元界所有生灵都要迁往那里 遗弃此地 哪管他什么蔑视大劫 南海若是也迁往那里 我圣宗愿意为南海提供驻地 镇天心域除了我们这些大派 还有诸多蛮荒蒙昧的野生妖魔 手握重宝却懂应用 南海若是到了那里 大有可为 拓拔夫妇对望一眼 均很是心动 拓拔夫人突然扑斥一笑 道 教主有话只说吧 我南海若是搬迁到那里 须得拿出什么条件 夫人果然快言快语 江南哈哈大笑 道我想既然南海搬迁到镇天心域 那么海底镇压的人 是不是可以放了 不如两位通报南海老祖一声 为江某求个人情 夫妻二人沉吟片刻 拓拔红点头道 教主既然发话 我夫妇二人自当放下 与摩罗前辈的恩怨 上达天听 报于老祖 至于老祖放不放摩罗前辈 我夫妇二人也不敢保证 江南松了口气 笑道 两位若肯求情 自然皆大欢喜 拓拔夫妇当即离开 前往祭坛 上香倒住 过了许久 拓拔红返回 手捧一张法帖 道 老祖降下法旨 说将教主大义 救援借众生于水火 让众生可以躲过光武季节 他老人家很是感激 既然教主相求 他自然会网开一面 这张法帖 便是他老人家亲手所书 只需将法帖贴在 球笼之上 球笼自开 江南大喜 接来法帖 急匆匆赶往海底 兄弟 你又来看望我了 摩罗神被捆在 道泽所画的球笼之中 脸色黯然 声音低沉道 我也听说了 邪道有落败身死 这事都怪我 是我贪心了 否则也不会被太皇老祖所称 大哥 我这次来 便是要救你脱身 江南手中的法帖飞起 落在球笼之上 只见法帖刚刚落下 无数道泽所画的球笼 便开始崩溃瓦解 醒刻之间便消失不见 摩罗神证然 难以置信地看了看双手双足 南南道 我出来了 我终于重见天日了 好兄弟 你两次救我脱困 这等大恩 老哥哥实在无以为报 两人走出海底 江南江最近发生的事 大略讲了一遍 沈声道 大哥 我要去中天世界寻太皇 你随不随我一起去 太皇 摩罗神牙齿咬得崩崩作响 摇头道 我先不去中天 我要在元界成就神明 然后再去寻他 兄弟 你先走一步 到时候我去寻你 保重 保重 两人拱手相别 摩罗神大步向新门走去 神须深处 通往中天世界的世界桥上 一艘虚空宝船 沿着世界桥向远处驶去 船前一头巨箫展开双翼 与一头遍体骨刺 长着两个小的可怜翅膀的巨兽 一起拖动这艘宝船 江南站在船头 万界御图化作的衣衫轻轻飘动 时不时翻起一道烂花 那是玄冥神水组成的烂花 围绕他周身飞舞 他如同一个年轻书生 文静文戏 丝毫也看不出是当今 元界最为庞大的门派的长教至尊 这一天 正值元界的阳春三月 江南也已经加入圣宗三十年整 今年恰恰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对于凡人来说 已经到了中年 而对于性命悠长的修士来说 却还是刚刚起步 还只是少年时期 除了转世的神明 四十五岁便能达到如今的修为境界 已经算是天下罕有 而且江南的修为实力 还不只是天府巅峰那么简单 他的真正实力已经达到长教至尊级别 五大化身 都已经修炼到天宫境界 所有化身的法力加在一起 比一般的长教至尊还要强横 他还练旧六宝 无论是于天道中 玄元顶 万界御图 亦或是神王级 双旗和虚空宝传 都比镇教之宝并不逊色 而且 他的天门神府之中 还有一把当魔剑化作的剑丸 在神府之中不断温养 日渐济炼成熟 以如此的修为实力 他已经能够闯一闯中天 这样的大世界了 太皇老祖经历了一次奇特的历练 性情大变 开创初旋都忘情天书 他究竟是去了哪里 虚空宝传上 各种典籍堆积如山 数百位江南的鲜血化身 拿起一本本典籍 不断翻阅 这些典籍正是太玄圣宗的 那些长老的各种笔记 其中记载着太玄圣宗的种种意识 和他们的修炼心得 最近他一直忙于在镇天心域 建立新的圣宗 无暇去阅览这些典籍 如今总算有了时间 太玄圣宗的种种典籍堆积如山 大多都是无关大局的琐事和领悟 江南浏览速度极快 数百尊鲜血化身 很快将数千本典籍观览一遍 终于 他在一位名叫雀山的长老的笔记中 找到一段相关记载 其中说到他与太皇一起游历玄黄大世界时 太皇在一个名叫望仙台的地方 失踪了一段时间 回来之后便有些异样 后来杀妻明治 玄黄大世界 望仙台 江南微微皱眉 玄黄大世界也是九大世界之一 不过距离玄明元界极为遥远 他虽然游历了不少世界 但对于玄黄大世界却并不清楚 太皇老祖曾经精彩绝艳 并不逊色于习长教 能让这样一位强者丧失了本性 而去开创玄斗望晴天书这种功法 太皇肯定在望仙台那里遇到了什么事情 江南和尚这些典籍 太皇的心灵修为尽忽无敌 在心境上毫无破绽 这种人谋定后动 出其不意之下可以暗算到他 但是如果正面冲突 他便完美得如同真正的神一样 全然没有弱点 以弱胜强不是凭借蛮力 靠蛮力无法获胜 须得找到太皇性情大变的根本原因 方能找出这个人心中的恐惧 全明元界与中天世界之间的世界桥 从前曾经是神魔战场 这条世界桥并不完整 许多地方地磁原力已经消失 世界桥崩塌 将两个世界之间的距离延长不知多远 神旧妖王和战争剧 受拉着虚空楼船不断在虚空中奔行 又花费了半年多时间才来到中天世界的边缘 中天世界与他从前所见的世界不同 这座世界并没有先天神魔背负世界运行 因为这座世界处于诸天万界的中央 永恒不动 所以无需先天神魔背负 而且 中天世界是人神混居之地 虽然不是映龙大世界那种统一的世界 但中天世界中人神混杂 其中也不乏有不少隐居在其中的恐怖存在 在此期间 江南已然修炼到天门神府圆满的境界 而僧罗大帝化身则更加恐怖 这尊化身从容从玄兜神府迈入玉京神府 在此引发一场天节 赫然又是天道至宝虚影 江南很干脆 直接收了森罗大帝化身 自己亲身度节 不给这尊化身任何趁机提升的机会 这场大节比从前更加恐怖 威力更强 但是江南已然将鸿蒙紫气炼入肉身之中 有惊无险便度过此节 骨骼中烙印上更多的天道至宝的纹理 反而让他的肉身变得更强 而在此时 江南也感觉到自己也即将突破到玄斗镜 大节即将到来 中天世界尽在眼前 还是先进入中天 寻找一个安全之地镀结 楼船飞入中天世界之中 沿着星空向一座浩瀚无际的大陆驶去 远远的 江南便看到一座无比宏大的神山 耸立在那座大陆的中央 这座神山是如此之高 直接横贯整个中天世界 山头延伸到无穷高处 插入天外 而在山头隐没之处 便是神界 诸神所居 神帝统治之地 那座神山便是荒谷圣山 中天通天之山 神界与凡间的通道 通体都是神经所住 只是 此时的神界已经封闭 荒谷圣山的山顶也已经被一座大阵笼罩 无数天神镇守在那里 封锁神凡世界 严禁尽出 荒谷圣山 江南眼中露出敬畏之色 荒谷圣山高级无穷 让人无法看到顶端 大的不可思议 甚至这样的圣山放在玄冥圆界 只怕玄冥圆界都要被这座圣山牵动 变成圆界围绕圣山运转 而中天世界更大 如此庞大的圣山 只占据中天世界的一个小角落 在中天世界之上 还漂浮着一座座大陆 广阔亿万里 上面见着一座座圣地 时不时有体型庞大的异兽 从这些圣地中飞出 拉着瑰丽的宝脸 楼船 向远处驶去 姐姐的雕像 便是在主大陆的一座大城之中 在那里一定能得到姐姐的消息 江南新神积道 虚空宝船向中天世界主大陆驶去 第464张旋都天节 别的世界主星 都是大海包围陆地 而在中天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 浩瀚无际的大海反而被陆地包围 无数海洋星罗密布 远远看去如同陆地中的一颗颗璀璨的蓝宝石 而在天空之上 无数太阳被中天的主大陆牵引捕获 围绕这片大陆运转 江南驾驭虚空宝船 从这些太阳旁边飞过时 感觉到了太阳之中传来一股股神威 偶尔还有日耳从太阳之中迸发 有的形成三足金屋的形态 有的则是火凤形态 还有火龙 火鸭 火麒麟等等形态 心中不由凛然 这些太阳之中 定然有妖神居住 在太阳之中打造行宫 而在空气之中 江南立刻感应到这里的空气内 不仅仅弥漫着庞大的太阳原力 除此之外 还有极为恐怖的周天星力 滚滚星力用来 甚至只要它神念席卷苍空 星光便可以化作实质 化作液体 这些星力 赫然是从漂浮在荒谷圣山周围的 那些大陆中传来 中天世界以猝以万计的大陆为群星 而这些大陆之中 应该也有神明居住 星力之中引引弥漫神力 可以想象 若是在这里修炼星力 或者太阳原力之类的功法 修为成就 肯定会比原界更高 妖神宗的那位前辈 并未记载他是在哪里看到姐姐的雕像 中天世界如此之大 除了主大陆之外 还有数以万计的大陆浮空 城市更是数不生数 无穷无尽 到底该怎么寻找 江南不由皱眉 是以神救妖王像一片荒芜人烟的山脉飞去 在与中天世界的强者接触之前 他需要先度过玄斗镜的天节 我在中天世界人生地不熟 没有任何背景 还是先寻到一个安全之地 渡劫 免得在渡劫时遭人暗算 防人之心不可无 江南能够感觉得到 自己的玄斗镜大劫越来越近 越来越无法压制 这场天节只怕比森罗大帝化身的天节 还要恐怖 需得自己全力以赴 若是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人偷袭 他的处境便会极为危险 好重 驱空宝船刚刚降落在这片巨大的山脉中 江南立刻感觉到身躯猛的一尘 他的肉身重量 比在元界之时足足沉重了十倍 这里的地磁原力 远比元界强大 这岂不是说 我更加修想飞起来了 他收了宝船 神识陡然散发开来 像似下弥漫而去 过了片刻 江南收回神识 不由唯唯皱眉 我的神是在元界中可以延伸促十万里 在这里也缩水了十倍 也即使说 我的法力笼罩范围 也将会缩水十倍 神通施展出来的效果 和从前只怕有着天壤之别 虽然攻击距离和神通攻击范围 都有着十倍的缩减 但是威力却不会有任何缩减 反而因为神通效果和法力 被地磁原力压缩 力量更加凝聚 在杀伤力上 比在元界时更加强大 在这种地方修炼的生灵 一定非同小可 法天向地 江南目光闪动 肉身之中传来一阵阵雷音 陡然向外膨胀 最终化作千丈巨人 便无以为绩 他的肉身原本就极为强横 可以化作万丈巨人的战斗之躯 但是因为中天世界强大的地磁原力 导致法天向地也大大缩水 其他的都无所谓 唯独让江南郁闷的是 自己如果想要飞起来 起码法力要比从前强大十倍才能办到 他原本已经可以飞起 而现在则有些遥遥无奇了 距离此地不远是一个原始的部落 大约有百十户人家 江南神士一扫 便将这个小部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部落应该是蛮族 部落知名格个体型健硕 远超常人 四五岁的小屁孩都有千百斤的利器 成年男子 更是有万斤的利器 简直天生就是武道先天高手 部落中供奉着一尊三眼兽 守魔神雕塑 古仆而神秘 在此地渡劫并非一个上上之血 有可能会给这个原始蛮族部落 造成一些麻烦 不过江南头顶上方的虚空已经开始动荡 隐隐出现丝丝雷光 他的天结迫在眉睫 不容他挑选更佳的地方 离地圣光旗 玄园圣水旗 去 江南心念围动 身后浮现出一座座神斧 天门洞开 两面大旗从天门中飞出 舵舵射入距离他二百里左右的两座山头之上 大旗展开 水火喷涌 在半空中化作一个巨大的屏障 将方圆二百里空间通通罩住 此刻 从外面看去 这片山脉突然间凭空消失一大块 而在此时 水火之力渐渐发生奇妙变化 隐去的山脉又慢慢浮现出来 从模糊转为清晰 最终变化成原来的模样 而那两座山头的水火二旗却已经消失不见 若是有人擅自闯入此地 便会陷入两面大旗的不成的幻阵之中 遭到水火二旗的攻击 江南这两面大旗 威力相当于两件阵教之宝 轻易之间陷入阵中 即便是长教至尊级的人物也会吃个大亏 呼 天门之中 又有一面面大旗飞出 足足有五百面之多 围绕方圆百里布下一座乱空大阵 这是第二重防御 如果敌人太强 破开水火二旗 那么闯入这座大阵之中时 便会被乱空大阵传走 无法干扰到江南渡劫 江南眉心中神光闪动 一尊尊化身走出 誓言魔神化身走入天门之中 取走八把神王剑 四把握在手中 四把背在身后 摩罗魔神化身取走玄圆顶 太阳化身取走于天道中 江南心念为动 万界御徒则飞起落在森罗大帝之手 这四尊化身各自走向四方 盘膝而坐 江南也盘膝坐下 法力涌出 在身后化作重重道文 道文交织 演化玄兜神府 玄兜神府乃神仙所居 修成这一境界便可以做到见神明性 一窥神明那玄妙的神通境界 这衣冠极为重要 可以舒适将来能否成神的基础 江南同时构建两座玄兜神府 只见他身后道文涌动 画作砖瓦琉璃 白玉阶梯 雕梁画柱 飞檐斗拱 无数奇特的文理一一浮现 神魔雕像并列成牌 或猙獰胸墨 或慈悲庄严 而在此时 一股令人心悸的波动 从虚空中传来 自拉 一道雷霆画作道文从虚空中出现 接着更多的道文分塌而来 越涌越多 浩瀚的威能波动传荡百万里 呼 江南眉心子府之中 多达百万斤的魔灵叶一发涌出 在他眉心魔域之中 直接转化为磅礴的魔灵器 煞时间如同掀起一场恐怖的爆炸 轰隆 轰隆 他体内的爆炸声不绝于耳 这种灵器爆发的强度 换作其他神府八境的修士 早就被炸得粉身碎骨 甚至连天宫强者也无法承受这种爆炸 但是他偏偏却承受下来 不经承受 反而全力催动魔玉玄胎金 将这些灵器炼化 在他头顶 更多的雷霆涌现 不断震荡 雷霆渐渐凝聚 化作天道宝中 天翼诸仙剑 镇仙顶 化仙玉瓶等等天道至宝 威力越来越强 翁 离地圣光旗和玄园圣水旗 所布下的水火幻阵 根本无法压制这九股 天道至宝虚影的威能 只见天节之威破开大阵 冲天而起 天威浩荡 镇压诸天 这一刻 方圆百万里的飞禽走兽 万物生灵 通通被天道之威震撼 不由自主拜扶下来 跪地膜拜 战战兢兢 不敢起身 而不远处的那的蛮族部落 更是不堪 直接被天道之威震的跪地叩首 成皇成孔 膜拜不已 那是什么 在这方圆百万里之内 还有不少强大的修士 纷纷被浩荡天威惊动 纷纷飞上半空 惊疑不定地向江南所在的山脉看去 难道有一宝出世了 这股气息之中蕴藏天威 若是一宝的话 肯定非同小可 我中天世界存在至今 曾经出现过无数神魔 高人 留下了不计其数的财富 虽然被发掘出来许多 但是还有不少古神魔的洞府 没有被发现 难道说 这次是某个洞府开启 久见天道至宝虚影下方 江南承受天道至宝的重压 压力之强 让他的法力运转也十分困难 若是修为被天道至宝压制 我便无法彻底跨入玄斗神府境界 渡劫更加危险 江南眼中凶光闪动 陡然爆合一声 魔玉玄胎 给我开 开字一出 他眉心之中浩瀚的魔器喷涌而出 落地化作一片广阔的魔玉 魔玉沉沦 一尊尊堕落的魔神从魔玉中站起 无声咆哮 怒对天道至宝 仿佛奋闷天地不公 天道不足位 魔便是明知天道不容 还是要逆天而行 逆天罚命 为自己杀出一个生存的空间 江南将魔这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 甚至将周围方圆百里化作魔玉空间 这个魔玉便相当于它另一个身体内部的空间 哗啦又有百万斤的魔灵液从他子府之中涌出 落在这片魔玉之上 滚滚魔灵液涌动 飞速被魔玉炼化 化作滚滚的修为 加速玄兜神府的成长 当天道宝中长明 向下倒扣而来 钟声震荡 江南首当其冲 立刻感觉到浩荡天威铺天盖地斑压下 他的身躯本来便已经极为沉重 此刻被天道宝中一压 更是中了千倍万倍 几乎连抬手的力量都使不出来 他的玄都大劫 终于降临 第465章拼死一搏 天道至宝 也无法镇压我 江南身躯膨胀 化作杖六之身 鸿蒙之身 加上被淬炼千百遍的杖六之身 是何等强大 他甚至感觉到 如果单凭肉身的话 镇教之宝也承受不了自己几次重疾 便会被他打爆 光 天道宝中震荡 天道之音冲下 砰砰砰 江南皮肤炸开 血肉飞溅 这次出现的天道至宝虚影 比从前更加凝实 蕴藏的威能也是更强 天道至宝所化的大结 也只能用来给我淬炼形体 天道宝中轰然撞来 江南一拳轰去 与这口宝中碰撞 他的拳头血肉翻飞 道因四下冲击 但是天道宝中赫然被他一拳震退 三把天翼诸仙剑如同惊鸿油龙 即拽如电 围绕他上下飞舞 剑光破空 天翼无疆 让人无法抵抗 但江南八臂翻飞 天天就在抵抗天翼 他的八条手臂或者画拳 或者画印 或者画指 每一道攻击都大气磅礴 将天翼诸仙剑连连震退 尽管他的肉身 无法承受天道至宝虚影的威能 一次次抗击之后 他的血肉都被轰击得残败不堪 但是江南的鸿蒙之骨 却始终没有遭到多大的创伤 根基尚存 这就是他度过这场大劫的本钱 只要根骨尚在 就算肉身如何残破残败 他都可以快速地恢复肉身 而且 他的目的不仅如此 他还要借助天道至宝虚影的威能 打碎肉身 在肉身重聚之时 将天道烙印炼入新的血肉之中 将这些天道至宝的虚影 炼入自己的体内 让自己对天道的理解更加透彻 他的肉身每一次破碎之后再次恢复 血肉之中总有更多的天道至宝的鱼泊 被他炼化 储存在血肉之中 这些鱼泊化作天道烙印 与他的血肉结合 融为一体 而在此时 两座玄兜神斧终于被他炼成 江南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法力在疯狂增长 这场天结给他的压力太大 压榨他所有的潜能 助他快速炼化更多的灵液 度过玄兜境的虚弱旗 轰 化仙玉瓶飞来 直接将他吞噬 收入瓶中 而在瓶中则是无穷的化仙神光 炼化一切 江南落入这口玉瓶之中 全身血肉立刻开始消融 无比强烈的痛楚传来 几乎在一瞬间 他全身血肉便被炼化干净 只剩下累累白骨 化仙玉瓶 若是真获来了 我自然被炼死 但是一道虚影却休想炼死我 下一刻 滔天的气血从化仙玉瓶中喷涌而出 江南结出源胎硬 将戏血提升十倍 一道森罗硬将化仙玉瓶生生打碎 脉步走出 他周身血肉飞速生长 而被他急碎的化仙玉瓶立刻开始复原 比他肉身恢复速度更快 江南心中一沉 天道至宝的虚影乃是硬结而来 天结的微能不曾散去 这些虚影便不会消失 即便被他打碎 也不会毁灭 吃 天道披下 江南头顶冲天的气血 被这把天刀一刀切开 直奔他的头颅而去 他张口一吐 一道绚丽的化仙神光迎上天刀 化仙神光与天刀之威碰撞 蒸蒸作响 就在他被化仙玉瓶吞噬的这短短片刻 他竟然已经炼化了一部分化仙神光 得到化仙玉瓶的一部分烙印 此刻居然被他施展开来 天刀斩去化仙神光 笔直落下江南八壁翻飞 突然道文涌出 化作一把把天意诸仙剑 与天刀剧烈碰撞 叮叮作响 光他双手交错 立刻有一口道文化作的天道宝中在他双掌之间出现 轰然照下将天刀照在中下 江南还未来得及松一口气 突然造化神楼冲撞 震碎源太硬 向他头顶落下 镇压朱天 那无边的压力立刻将江南的肉身压得飞速缩小 造化神光喷涌 将他一卷收入楼中 他刚刚落入楼内 只见无数玄妙的正法运转 天道在楼中运行 化作无数造化神光 其中一道神光涌入他的体内 江南只觉自己的肉身构造立刻被改变 身不由己化作一头清朗趴伏在地 造化天道 可以改变肉身构造 江南心中一惊 立刻感觉到自己被变化为清朗之后 全身细血和修为在飞速流逝 这具身躯根本无法容纳他的修为法力 造化神光简直直接将他变为凡胎之躯 剥夺他一身所有的修为 造化神光能改变我的鸿蒙之体麻 江南怒吼 只见他所化的清朗体魄越来越大 朗皮被生生撑破 朗皮裂开之处 江南气血喷涌翻腾 肉身强行运转谋玉玄胎经 再次从朗变化为人 又有一道造化神光飞来 江南张口一吸 将这道神光吸入体内 这道神光立刻开始改变他的肉身构造 想要将他再次打为凡胎 已变化不了我 江南法力奔腾 气血沸腾 原胎印施展开来 爆裂如雷的气血和法力加持森卢印 盖在这座神楼之上 生生将造化神楼打出一个大窟窿 脉步走出神楼 他刚刚走出神楼 只见万佛塔迎面飞来 越来越大 形如一尊古老的大佛 促以万计的佛陀坐在这尊大佛的身体各处 高声诵经 以天道降伏邪魔 无数指佛手叹来 习其向他镇压而去 江南哈哈大笑 身躯一摇 造化神光喷涌 刷得一声像那些佛陀落下 只见这些佛陀立刻变化为无数老鼠 在万佛塔上爬来爬去 忙 万佛塔所化的大佛猛然爆喝 无数老鼠又化作一尊尊佛陀 无数佛手再次盖落 东 江南展开圆胎印 以圆胎印加持森罗印 顿时威能暴涨十倍 以印银上 无数大佛精手纷纷破碎 万佛塔轰然撞在他的肉身之上 将他撞得翻滚叠出醋十里 下一刻 藏天葫芦冬的一声砸在他的头顶 葫芦嘴向外喷出一道道霞光 化作一个胡天世界 宛如一个世界的重量直接压在他的身上 江南浑身骨骼被压得啪啪作响 身躯猛然拱起 生生将这片胡天世界托袭 只身站在胡天世界之中 如同一尊开天辟地的巨人 几拳几脚将胡天世界打得爆碎 他处在九大天道至宝的虚影之中 面对九大天道至宝的攻击 一次次交手 让天道至宝虚影中的天道残意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他的肉身之中 甚至连他的神式和法力玄胎之中也都蕴藏了天道残意 这些天道残意 便是一种种玄奇的符文 奇特的文理 虽然只是片段 却蕴藏了庞大繁杂的讯息 让他得到更多的天道领悟 他甚至能够将这些天道至宝化作神通施展出来 九大天道至宝便是九大神通 天道至宝虚影的威力在渐渐削弱 而江南却越来越强 度过这场大劫看似已经毫无悬念 突然 江南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紧照 感觉到致命的危险感 只见半空中九大天道至宝的动作突然慢了下来 万佛塔落下 化作一尊大佛 道金玉盘出现在这尊大佛脚下 化作一座莲台 莲花层层绽放 天意诸仙剑落在大佛手中 这尊大佛手四头八臂 手持三剑 一刀 一手脱洗化仙玉瓶 一手脱洗藏天葫芦 一手脱洗阵仙顶 一手脱造化神楼 天道宝中高悬头顶 九大天道至宝组合 化作一体 江南常常吸了口气 这种危险的感觉更加强烈 刚才他虽然是面对九大天道至宝的围攻 尽管危险 但却不伤根本 但是此刻九大至宝须引祖为一体 便已然有了威胁到他性命的实力 这尊大佛突然动了起来 下一刻来到他身前 无双大佛给他压力 仿佛这尊大佛便是天 便是地 便是这世间的唯一主宰 全胎硬 原胎硬 江南抬头仰天 向着尊大佛怒喝 全胎硬和原胎硬一起施展开来 全胎硬足以能够提升他五倍的气血 而原胎硬更前 足足能够提升他十倍的气血 这两道硬法一经施展 无比狂暴的气血几乎一瞬间便 让他的肉身皮肤通通炸开 全身气血沸腾 蒸腾而起 滚滚如潮 江南大吼 巴臂抬起 巴到森罗硬化作一只大手印 无双的大手印 迎上这尊侠天地之威的大佛 轰 无边的能量爆发开来 下一刻 江南身躯飞起 无力的向远处坠落 与此同时 森罗大帝化身 摩罗魔神化身等四大化身呼啸飞起 水火二旗也咄咄飞起 呼啸追上江南 纷纷没入江南的体内 那个蛮族部落的诸多蛮族 依旧贵福在地 对着他们供奉的那尊三眼兽面的妖神雕像不断祈祷叩拜 江南杜杰 天岛之威弥漫 镇压方圆百万里 而他们距离江南杜杰之地最近 遭到的镇压最强 这并非是肉身上的镇压 而是心灵上的镇压 让他们只有敬畏 突然 天岛之威终于散去 满族部落的男女纷纷大喜 族长哈哈大笑道 这是我不足的三眼狼神在庇佑我族 叩谢三眼狼神 众人刚刚败下 突然只听轰的一声俱响 大地战斗 烟尘弥漫 待到烟尘散去 满族部落数百人呆呆地看着前方 只见三眼狼神的雕像此刻碎的一干二净 变成一个大坑 而坑底则躺着一个人类少年 看起来有几分柔弱 第四百六十六张部落守护神 三眼狼神 这个小小的蛮族部落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不知该如何是好 咕噜 猎山族的白胡子族长咽下一口唾沫 胆怯地看向苍天 等待狼神降怒 惩罚这个从天而降的人类 不过他等了半晌 还是没有神法降临 这个人类替代了三眼狼神 难道这是天意 他难难道 满族部落换守护神的事情常有 经常有的部落供奉的神魔 无缘无故便会陨落 神像雕塑哗啦一声碎掉 然后这些部落便会去满族神庙 去请来新的神像 不过像今天这样 天降神人砸碎守护神雕像这种事情 猎山族长还是头一次见到 以前连听也没有听过 江南现在的境遇并不怎么好 天节虽然结束 但九大天道至宝虚影依旧存在 只是钻入了他的体内而已 刚才那一集 他并未完全接下 天节最后一集超出了他的攻击 九大天道至宝虚影轰入他的身体之中 一瞬间便伤到他的本源 他本来肚结时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升自己的气血 让自己的攻击力防御力都大大增强 这本身便对他的本源造成极大的伤害 需要慢慢休养之后才能恢复 而九大天道至宝虚影供入他的肉身之内 更是让他的本源大大受损 若是一不小心 极有可能会陨落在此 因此 他被轰飞时当机立断 召回自己的四大化身和六大法宝 直接收入体内 镇压这九大天道至宝的虚影 将这些至宝的虚影不断磨灭炼化 这场天道大劫与从前不同 从前天道至宝虚影的能量耗尽 便自动散去 而这次虚影非但没有散去 而且还九宝合一 攻入他的体内 要让他行神俱灭 这是一次无比严峻的挑战 同样也是一场大机遇 若是无法炼化天道至宝虚影 他就算不死也会留下永恒的道伤 天道之伤 无法治愈 必然早亡 但是若是能够炼化这九大至宝虚影 他的收获自然也是好处无穷 最大的收获是 他可以将九大至宝虚影炼入肉身之中 可以一窥天道奥妙 获得更多的见解和感悟 天道的烙印炼入体内 他便相当于一个人行天道至宝 随着将来度过更多的天节 他势必可以将肉身化作天道之体 再加上杖六之身 鸿蒙之体 江南完全可以自傲地说 自己的肉身绝对不逊于光武大帝的神体 不过 那是将来的事情 而现在 镇压炼化九大至宝虚影 度过此节才是最为关键的事情 咳咳 江南剧烈咳嗽 嘴角咳出一道血迹 从大坑中坐起身来 让这个原始部落的众人都是心中一惊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个面色有些苍白的少年走出大坑 然后盘膝坐下 庇护我族的神 族长有些胆怯地看着江南 大着胆子道 您有何法指 江南充耳不闻 在他体内 欲天道中镇压天道宝中虚影 八把神王剑镇压天意诛仙剑 玄园顶镇压镇仙顶 万界御图镇压万佛塔 离地圣光旗和玄园圣水旗镇压化仙玉平 森罗大地化身镇压到金玉盘 誓言魔神化身镇压藏天葫芦 魔罗魔神化身镇压天刀 太阳神化身镇压造化神楼 他的肉身 被割裂为九大战场 各自开战 与此同时 他的虚空宝船游利于虚空和肉身之间 宝船炮口全开 不断轰击九大质宝虚影 先至这些质宝 而他的玄苔金人则坐镇中央 统筹一切 即便如此 他还是隐隐感觉到自己的本源在不断消耗 寿元飞逝 我的寿元 只剩下350年了 江南修成玄斗神府 见神明信 其中的信便是信命 见神明信除了可以一窥神魔境界的玄妙神奇之外 便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寿元 明晰自己身体的变化 神府八境的修士 寿元已经大大增长 有千余年的寿元 而且随着修为越深 寿元越长 待修炼到天宫八境 便可以拥有三五千年的寿元 而江南因为根基被锤炼的无比深厚 远超同柴 所以寿元也比同等境界的修士要多出许多 再度结石 达到一千五百年的寿元 但是他不断催动元胎硬和弦胎硬 强行提升气血 本源受损 寿元也在不断降低 一场大战 他直接损耗了四百多年的寿元 而这九大天道至宝虚影钻入他的体内 让他的本源继续受损 寿元更是飞速降低 三百五十年 三百四十年 三百三十年 他的寿元掉落速度 快得让人心惊胆战 不过到了二百八十年时 终于停止掉落 这时候 江南已经将九大天道至宝虚影完全压制下来 他徐徐睁开眼睛 只见一个小女孩胆怯地走到他的面前 捧着一碗米糊糊送到他的面前 大哥哥 你是守护我们部落的新的守护神吗 小女孩却诺道 江南不由哑然 这位蛮族小女孩显然是把他当成了三眼狼神雕塑一样的存在了 用一碗米糊糊来祭祀 那小女孩眼巴巴地看着他 等待他的回答 江南轻轻点头 那小女孩欢呼一声 把米糊糊放下 跑了回去 大白发苍苍的老族长见状松了口气 向族人示意 立刻几个蛮族的大汉赤着膀子 哼哼痴痴扛着一头重大万斤的大水溪 放在江南身前 然后恭恭敬敬退下 这头大水溪赫然是一头妖怪 只是还未化形 可怜巴巴地看着江南 一动也不敢动 还有几个男童牵着几头羊走来 也献祭给江南 又有一些妇人上前 手捧果盘 通通放在江南面前 江南哭笑不得 这些蛮族显然真的把他当成了活生生的守护神来供奉 大水溪和山羊便是寄生 而水果则是担心他吃素 我只是暂且将天道至宝虚影镇压下来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练化 恐怕真的要在此地待上一段时间了 江南依旧盘膝而坐 现在他只是勉强将天道至宝虚影镇压 还无法动弹 心道 也好 我已经很久不曾在凡人之中生活了 守护神怎么不吃这些寄生 一个蛮族壮汉露出担忧之色 向老族长逼声道 莫非守护神不爱吃这些牲口 那老族长面色凝重 狄姑道 我听说其他部落有的守护神 不吃牲口 只爱吃人 每次祭祀 都需要吃几个活人 还有的部落的守护神 喜欢玩处女 供奉处女才能得到守护神的庇护 咱们猎山族的这尊守护神 不知道是喜欢吃人还是喜欢玩处女 这位老族长当即命人带来几个颇有姿色的少女 也供奉到江南面前 却见江南对这几个处女也是视而不见 不由挠挠头 故事左右道 守护神多半是喜欢吃活人 你们谁来献祭 哗啦 他周围人群突然一下子散开 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 白胡子族长无奈 只得硬着头皮上前 把自己献祭出去 嘀咕道 吃了我就吃了吧 反正我已经老了 如果我神能够守护我猎山族平安 我就认了过了半晌 这老头子爬起来 信心离去 估计我是老了 连守护神对我也没有了胃口 不如去其他部落 猎祸几个精壮汉子 来献给守护神 刚才那宝光便是从这里冲天而起 半空中 如同汪洋般的气血涌动 只见一头头体长数百丈的脚马 在半空中纵跳如飞 飞驰而来 脚马背上是一个个体破雄状的骑士 纵马奔腾 飞速来到江南渡劫之地 这一个个骑士气息无比强大 气血如鸳 赫然都是神府境界的强者 其中 为首的中年男子更是天宫强者 身后天宫浮动 连接一片 如同与青天相连 那中年男子身穿紫衣 目光如炬 在江南渡劫所在的群山中扫了一眼 神势弥漫 四下散开 冷声道 那宝物已经被人夺走 给我搜 众人纵马奔腾 四下而去 没过片刻 突然空中又有数百骑士奔腾而来 这些骑士的坐骑却是一头头火鸭 这些火鸭周身弥漫雄雄太阳真火 火焰连天 把天空都烧得通红一片 原来是角族 一头火鸭背上 一位天宫强者手持长枪 贸然而立 冷笑道 角族也要来搜寻那件宝贝吗 好的很 这里方圆醋万里 都是我神鸭族的地界 不想死的话 就给我滚 大紫衣中年男子眼中杀鸡涌动 郑宇说话 突然又有一股股气息冲天而起 只见四面八方各有不知多少高手向这边赶来 赫然是方圆几百万里的大部族 这些部族是这里的霸主 部落人数众多 每个部落都有数百万人之多 有着高等的传承 而部族中供奉的也是真正的神 神界的神明 远非猎山族这等小部落可以媲美 甚至 在部落间大战时 这些部落献上几声 上达天听 神界的神明便会降下化身 参与部落间的征法 那是 羽王神族 远处突然羽翼连天 一个葛备生肆意的羽人振齿飞来 修为无比强大 任何一个修士的气血都比其他部落强大促背 令人心惊 这些羽人体内洋溢神威 那是神明的血统 羽王神族乃是一个大部落 族中所有人都是神明血统 而且族中还有二代三代的神孙 神明之孙 甚至 传说中羽王神族中还有初代的神子 体内的神血无比旺盛 天道之威 果然是天道之威 出土的宝物到底在哪里 一位肆意老者突然收敛羽翼 用力秀了秀 抬手向猎山族部落组成的小村庄 只去 冷笑道 在那里 轰 无数部落的修士遮天蔽日 纷纷直扑猎山族 里门村将有大难 猎山族中还是一片宁静 所有族人议论纷纷 正在谈论今日这尊突然出现的守护神 突然只见那个由言不敬的守护神张开眼睛 开口道 你们将我这面大旗挂在村口 可以占保一时平安 一面大旗飞出突然从江南眉心中飞出 落在猎山族长手中 猎山族长惊怡不定 只见手中的大旗会刻着种种奇特的图案 有的是三族怪鸟 有的是冒着火焰的凤凰 还有麒麟 恶龙 太阳等等事物 还不挂上去 守护神冷恒一声道 猎山族长不敢怠慢 急忙手捧大旗 匆匆来到村外 命人将这面大旗挂在村门口的一根高高的木桩上 这面大旗刚刚挂起 突然虚空崩裂 半空中万寿奔涌而来 第467章一起当官 这么多人 猎山族长吓了一跳 他这一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 而且这些人仙鹰鹿马 骑着各色的异兽 这些都是占据方圆 醋万里疆域的大部落 而猎山族占据的范围不过百里 实在小得可怜 而这些大部落 对于猎山族来说 平日里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就算是向这些部落朝贡 也休想见到这些部落的高层一面 醋以万计的各大部落强者 眨眼间便将猎山族的小村落 围得水泄不通 杀气腾腾地看着这个弹丸般大小的地方 老天 那是脚马 是我们附近方圆万里最为强大的脚族的坐骑 一个年轻壮汉来到族长身后 师生道 那个是脚族的族长吧 族长 咱们去脚族上宫时曾经远远看过他一面 咱们部落上一个守护神雕像 便是从脚族的神庙中请来的 还有那些火鸭 我听说是数万里外的另一个大族 神鸭族的坐骑 厉害的可怕 一只火鸭骑士便能轻易灭掉咱们这样的小部落 那边还有壁水溪 一种可怕的神兽 是正海时的坐骑 大海的霸主 猎山族的众人一片哗然 诚惶诚恐地看着村外的各大部落 这些部落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神一般的存在 往日里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没想到这一次一下子出现这么多 族长 这些大部落的强者气势汹汹而来 只怕来意不善 我听说大部落的强者厉害无比 甚至有人能够一枪挑起一座大山 他们若是想灭咱们部落 只怕一根指头就足够了吧 猎山族的老族长小腿肚子也在发抖 强坐镇定 回头向那些小子怒道 不要尝他人置气 灭自己威风 咱们猎山族得到上苍眷顾 降下守护神庇护我族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话虽如此说 他心里却直犯低估 这些大部落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神话传说一般 随便拉出一人 便能将猎山族灭上千百次 如果这些部落真的是要来灭掉猎山族 只怕即便有守护神也没有丝毫用处 那出土的宝物 便是在此地 诸多部族的族长眼中闪烁金光 甚至有的人眼睛被练得如同法宝一般 一双眼睛浮在半空中 画作方圆数百丈大小 在猎山族小村落中来回扫视 将这个小村落看得清清楚楚 先毫必现 任何事物都没有逃脱他们的眼睛 诸多的强者从江南的身上扫过 却没有多做停留 江南此刻正在全力镇压炼化体内的九大天道至宝虚影 封闭自身十万八千个毛孔 没有丝毫气息外泻 在他们看来便是最为普通的一个人类 在那里了 众多部族强者的目光落在江南砸出的大坑之中 眼中露出热切之色 不远处的群山之中有一宝出世 弥漫天威 而那股天威消失 那一宝定然是砸在此地 砸入这个小村落中 这个村落乃是我角族麾下的一个小部族 那件一宝砸入我角族的地界 理应归我们角族所有 角族的族长赫然是一位天宫强者 还世一周 放生孝道 汤 天才地宝 有得者居知 角族虽然是大部族 但想要得到这蕴藏天威的法宝 则还要看贵族的本事 不错 谁的本事高 谁便得到这出土的法宝 角族莫非是想被群起而攻之 角族族长脸色为变 冷恒一生 不再说话 角族虽强 但其他部落也是不弱 若是惹了众物 只怕他们有来无回 那件法宝到底是什么 羽王神族的族长眯了眯眼睛 四下打量 审声道 小小的部落 弹丸之地 居然如此胆大妄为 把那宝物藏了起来 来人 与我通报下面的小部落 让他们把那件宝物献上来 立刻有一格羽王族的年轻人降落下来 大步向猎山族小村子走去 站在村外 高声喝道 有喘气的眉 出来说话 猎山族长大着胆子上前 陪笑道 上使 有什么似叫 与我说话 怎么还敢站着 那羽王族年轻人看他一眼 比的冷恒一声 一直点去 跪下 猎山族长只觉一股无法想象的距离压下 双膝一软 被生生压得跪在地上 屈辱万分 把你们族的宝物交出来 那羽王族年轻人拒要道 记住 不要试图胡弄我 否则无需他人出手 我一个人便可以平掉你们这个小小的村子 你是猎山族的族长吧 突然 又有一个年轻人驾驭脚马从天而降 轰然降落在小村落前 居高临下俯视贵服在地的猎山族长 淡淡道 我记得你 曾经去我角族进贡 求一尊守护神像 把你们族得到的宝物交出来吧 我角族不会为难下面的臣子 那羽王族的年轻人瞥了他一眼 冷笑不语 其他各大部族没有动弹 任由他们二人逼迫猎山族长 只是冷眼观望 毕竟 他们只是要猎山族无意中得到的那件宝物 只要这件宝物从猎山族拿出来 那么剩下的事便只有一件 那就是大开杀戒 争夺这件宝物的掌控权 至于猎山族 试问这场夺宝大战 还能有这种小部落的生路 就算是战斗鱼泊 这等小部落也承受不住 肯定会在大战之中灰飞烟灭 死得金光了 不过 这种小部落 哪个大部落没有灭掉几十上百个 猎山族长爬起来 走入村落 几个年轻人立刻围上前来 悲愤道 这些大部落欺人太甚 别说我们没有什么宝物 就算有也不会给他们 猎山族长摇了摇头 道 咱们村实力小 还不够人家一口吃的 没有实力就是这样 只要能保住咱们村人的性命 跪下有什么 这些家伙是要什么宝物 你们四处看看 有什么宝贝就交出去 过了片刻 羽王族和角族的两个年轻人脸色铁青的看着猎山族长等人献出的宝物 只见这些宝物有的是啃光肉的瘦骨 日常用的钢叉钢刀 有的是破破烂烂的青铜器 还有些是残破的法宝碎片 甚至还有依葛圣药的夜壶 这些蛮夷不知从那里捡来的夜壶 不知夜壶的用处 也当成宝物献上来 两人气得脸色铁青 手足发抖 与王族的年轻人气急而笑 气息突然变得无比爆裂 抡其巴掌便向猎山族长盖下 面色有些猙獰 力声道 居然敢耍我 你好大的胆子 轰 他的掌印还未落下 大地便已然沉降促障 掌风将猎山族长等人压得口鼻喷血 趴在地上 无法动弹 族长 村里的青壮男丁大怒 抄起刀枪棍棒便冲了出来 向这个羽王族年轻人杀去 羽王族年轻人动了杀意 眉心之中突然飞出一面圆轮 急剧转动 越来越大 在半空化作方圆数百亩的大圆轮 疯狂搅动 猛然向村落照下 森染到 不自量力的东西 既然如此 我便将你们杀光 依旧可以搜寻到那件宝物 这面圆轮飞起 顿时无掏的力量传荡开来 这是绞杀之力 能够绞碎大山 吞噬河流湖泊 乃是一件厉害至极的法宝 村中所有人都已经绝望 他们只是凡人 哪里见试过修饰的法宝 守护神 保佑我们 那个曾经端着一碗米糊糊献祭 给江南的小女孩带着哭腔道 轰 羽王族年轻人的手掌 盖到猎山族掌等人的头顶 眼看便要将他们打成肉酱 突然 悬挂在村门口的那面 大旗微微晃动 一股微风从他身上吹拂而过 下一刻 这个羽王族年轻人突然肉身开始燃烧 顶壳之间便被烧成灰烬 随即 半空中的那面圆轮也陡然燃烧起来 方圆数百亩的圆轮眨眼间便焚烧一空 猎山族掌等人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突然欢呼一声 喜极而泣 急忙返回村中 以 半空中 一个个大部落的强者脸色为变 那个羽王族的年轻人并不弱 反而实力很强 乃是羽王族年轻人中的高手 修成神府 他所练就的圆轮更是一件了不得的法宝 曾经斩杀过许多凶名赫赫的强者 在年轻一辈中颇赋盛名 众人的目光不由落在村头的那面大旗之上 此刻这面大旗外表已经变得朴实无华 旗面上的种种意向消失不见 如同一面普通的旗子挂在那里 但是在场众人都是了不起的强者 自然能够看得出 刚才正是这面大旗突然散发出一缕波动 直接将那位与王族年轻人连同他的法宝 一起练成灰烬 一个小部落 竟然能有这等厉害的法宝 这面大旗的威能 只怕可以比得上我们的镇族之宝了 奇怪 这样的小部落 怎么会有这等法宝 而且还挂在村口 天才地宝 有得者居知 这面大旗放在猎山族这等小村落 就是抱舔天物 羽王神族的族长脸色很不好看 突然冷恒一声 淡淡道 一见镇族之宝而已 谁与我上前 将这面大旗拿下 把这个小村子给我推平 我来 一位魁梧高大的羽王族强者猛然降落 冷恒一声 大步像挂在村口的那面大旗走去 周身无穷道文涌出 在身后画作八座神府 气息之强 压得猎山族众人难以喘息 嗡 他身后羽翼张开 两堆羽翼不断向外膨胀 一根根羽毛闪烁青色的金属光芒 锋利异常 这四张翅膀完全张开 笼罩方圆百姆 如同这天青云 给我下来吧 他五指张开 猛然向这面离地圣光旗抓去 第468张病区震万族 呼 旗面突然飘斩一下 一道火光向他激射而来 这位羽王族强者身后四张翅膀立刻舞动 重重叠叠的青云眨眼间便将他团团包裹起来 如同一个青色圆球 这种青云乃是他的一种厉害至极的防御神通 防御力强横无比 甚至可以挡得下天宫之宝的权力一击 只听波的一声轻响 火光撞在青云之上 羽王族强者所画的青云之球微微晃动一下 随即恢复原状 众人见状 不由松了口气 笑道 毕竟是一件无主的法宝 能有什么威能 话音未落 突然只见那的青云之球微微颤抖一下 接着无数青云散开 画作四张翅膀摊在地上 而翅膀之中的那位魁梧高大的羽王族强者 赫然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把灰烬 那到火光撞在青云上时 火力赫然穿透青云 没有伤及她的羽毛分毫 但火力已然传入青云之球之中 将这位强者直接炼死 好厉害的法宝 众人倒抽一口冷气 神亚族的族长眼睛一亮 哈哈大笑道 原来是一件火属性的镇族之宝 这件宝物 何该落入我神亚族的手中 孩子们 给我将这件法宝取来 她大手向那面大旗一指 只见她身旁立刻有摆石头火鸭呱呱呱怪叫 呼啸向大旗冲去 诸多神亚族强者坐在火鸭背上 周身无穷的太阳争火涌出 让这些强者和火鸭看起来如同一轮轮小太阳 所过之处 周围的山林立刻燃起熊熊大火 火焰连天 神亚族乃是一个恐怖的大族 族中供奉是一头火鸭修炼的妖神 不过这位妖神已经前往神界 留下自己的后代子孙 神亚族伴随火鸭一起长大 这种火鸭也是妖神后代 血统高 实力强大 所过之处赤也千里 无物不焚 无物不化 厉害非常 而且 这种火鸭对神火有着天然的克制能力 其他亦受畏惧火焰 而他们遇到大火则如鱼得水 甚至能将神火吞噬 神亚族正是靠这些火鸭才能驰骋大荒 打下醋万里的疆域 成为一个大族 几位神亚族骑士驾驭火鸭呼啸向村头的大旗冲去 而其他火鸭骑士则怪叫连连 直扑列山族的小村落 要将这个小小的蛮族所有生灵 通通炼化成灰烬 却在此时 那面大旗突然再次抖动 旗面上有亮光浮现出来 突然只听一声高亢的鸣叫从旗中响起 下一刻 一股无比凶利的气息冲天而起 火光熊熊 大火弥漫之处 一头三族怪鸟扭动身躯 从旗面中钻了出来 花 三族金屋羽翼展开 广阔促石里 熊熊圣火焚烧金屋之身 如同烈日中的神鸟真正出现在是人面前 胸威盖世 这头金屋蹲聚在村口 头颅低垂 但巨大的脑袋还是高耸入云 相比起来 那些体型庞大的火鸭反而像是一个个小不点人 一种天然的鸭子让这些火鸭一个个惊恐不已 纷纷从高空掉落 即便是鸟背上的骑士拼命喝骂也无济于事 呼 金屋突然张开鸟嘴长长一息 只见一头头火鸭纷纷身不由己飞起 连同鸟背上的神鸭族骑士一起落入这头金屋口中 村头的那面大骑微微晃动 三族金屋立叫一声 突然收敛双翼 飞入其面之中 消失不见 众人悚然 神鸭族上百位骑士 一个照面不道便通通葬身鸟腹 死无全尸 而村落中 所有的猎山族人都呆呆地看着这面大骑 将难让他们将大骑挂出时 他们心中还有些忐忑 毕竟对手是方圆数百万里的大部族 而现在百位神鸭族骑士和火鸭 竟然一个照面不道便悉数死于非命 这面大骑的神威实在太恐怖了 部落守护神 所有人心中都忍不住冒出这句话 什么是守护神 这才是守护神 从前他们从神庙中求来的守护神雕像 平日里需要寄生供奉 偶尔才显现灵异 加持他们的肉身 让他们的力量比平日里稍微打上一些 但除此之外 便没有其他用途 而现在的这尊守护神 却可以称得上神通广大 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一个小小的部落 能有多大的能量 居然想用一面棋子便挡住我羽王神族 羽王神族的族长突然身躯一动 大步向离地圣光骑逼去 他的气势冲天 身后天功重重 他的法力毫无保留绽放 比刚才冲出去的那些神鸭族骑士要强大 不知多少倍 东 他一步落下 群山战斗 这些大山仿佛被他的脚步震得跳了一跳 甚至连许多参天大树 都被他一脚震的根须从地底震出 轰隆隆倒伏在地 他的手中 一根竹杖浮现 竹杖腾空 赫然是一件天功之宝 匆匆郁郁 有如玉植一般 一丈向江南的离地圣光骑挑去 而在他身后 诸多羽王族强者展开双翼 俯冲而来 笔直向猎山族小村落出去 只待羽王族长取下那面大旗 便一举将这的小村落移为平地 大旗突然震动 猛的旗面上无数图案浮现出来 火龙火凤火麻火焦火销火鸟金屋 扑拉拉从大旗之中飞出 扑天盖地 一头火龙体长簇十里 脚腾翻飞 火凤雨一展开 一展簇十里 火马奔腾 火销纵跳如飞 火鸟漫天飞舞 又有三足金屋麒麟等等巨兽 无边的圣火四下喷涌奔流 将小村外的四周 方圆千里之地化作一片火海 天空刹那间便被烧得通红 而且越来越红 下一刻 虚空被烧穿 中天世界的虚空远比其他世界稳固 但在这种神魔圣火的威能之下 竟然也开始融化 羽王族长脸色巨变 急忙展开双翼 身形暴退 力喝到快退 轰 无数异兽在火海中奔腾 扑面而来 将羽王族其他族人通通淹没 瞬息之间便追上羽王族长 羽王族长暴喝 只见火光之中竹杖树立 越来越大 越来越粗 无穷的威能爆发开来 接着一只巨大的爪子探下 抓住杖头猛然一摁 砰砰砰的爆响传来 这件天空之宝刹那尖碎的干钱静静 其他各大不足见状 惊恐万分 急忙四下狂奔 远离此地 火海之中 与王族长话作似一怪人 疯狂飞出 向远处狂飙而去 屁股后面还拖着滚滚浓烟 其他各大不足心中无不惊惧 一面大旗 便将羽化神族的族长重伤 要知道羽王神族乃是鼎鼎有名的大不足 实力和底蕴还在他们这些不足之上 此次带来的更是羽王神族高手中的高手 没想到险些在这个蛮族小村庄前全军覆没 便是族长都差点陨落在此 羽王族长并未飞远 只是躲开火海的袭沙 下一刻 他顾不得屁股上熊熊燃烧的神魔圣火 偶然眉心一闪 一尊四亿人生的神像出现 那神像赫然是神经所著 上面布满斑驳血迹 以及战斗留下的痕迹 甚至还有神威的鱼蕴传来 请羽王天神将临 这位羽王神族的族长愤怒大吼 突然胳膊手腕 鲜血喷涌 向这尊神像撒去 他的鲜血刚刚触及神像 只见神像仿佛活过来一般 在疯狂吸收他的鲜血 一股浩瀚的神威穿越空间 徐徐降临 羽王族长这次吃个大亏 要请动他们部落的神明了 角族族长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羽王神族的创始人便是一位四亿天神 居住在神界之上 羽王神族每当遇到无法对付的危险 便往往召唤这位天神降下分身 在古老的部族历史上 羽王神族曾经不止一次召唤这位天神分身降临 每一次都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血流成河 而羽王神族也因此度过难关 部族势力越来越强 似一神像中传来的神威越来越浓 越来越强 浩瀚的神威和法力贯穿中天与神界这两大世界 降临下来 神威乍现 压得群雄束手 拜扶在地 万物生灵 无故惊惧惶恐 这是天神之威 天神的威严 却在此时 猎山族的小村落中 突然探出一只大手 抓住村头挂着的那面大旗 用力一直 下一刻这面大旗贯穿千里空间 扑斥一声从与王族长的头顶插下 生生将这位天宫强者定死在地上 呼 大旗中冒出熊熊圣火 将他焚烧成灰 什么人 胆敢杀我的子孙 一个威严的声音从四翼神像口中响起 其他各大部族心头狂跳 羽王神族的天神 还是降临了 血流成河 这绝对是要血流成河啊 他们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一道金光从猎山族小村落中飞出 在半空中化作一头张牙舞爪的游龙 呼得一声将那四翼神像困得皆皆是十 那四翼神像又惊又怒 立声道 捆神索 这道神索飞回村落 只见小村落中陡然挥出一个巨大的拳头 碰得一声狠狠砸在神像之上 这尊神像四分五裂 被一拳生生砸碎 接着神像中一条条道文道则缠绕着一尊四翼天神的神性 飞起向远处逃遁而去 四翼天神的神性刚刚逃出醋里 却被一只手掌抓来 扣在掌心之中缩回村落 接着众人听到一个吞咽的声音 咕噜 这尊天神留在神像中的神性 被人声吞 各大部族的强者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眼中露出惊惧之色 浑身大寒淋漓 一尊天神的化身还未完全降临 便被人声声打碎吃掉 滚 小村落中传来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道 众人如蒙大射 急忙呼喊一声 四下张黄逃窜而去 眨眼间便跑得无影无踪 咳咳 江南咳出一口血痰 收回捆绳索和离地圣光旗 心道现在可以战时安全一段时间了 第469章截杀神明分身 安全只是战时的 这些大部族退去 肯定还会有更强的存在赶来 或者报仇 或者夺宝 而现在江南的第一要物 还是在那些强者赶来之前 将自己体内的天道质宝虚影彻底镇压炼化 刚才他取出离地圣光旗去硬敌 本来便已经让他的伤势有些镇压不住 而且 他又在围急关头出手 一拳打爆四亿天神的分身 刑拿其神性 更是让他伤上加伤 现在 他的寿源已经降落到217年 危险无比 若是再来及格敌人的话 便会将他生生托死 他必须全力以赴 才能将伤势镇压下来 他眉心一闪 一片魔玉展开 笼罩方圆百里 他将这方圆百里的空间 化作自己身体的延伸 无数灵液滚滚而来 涌入魔玉之中 飞速化作修为 靠着提升修为来压制练化九大天道质宝虚影 魔玉之中 一尊尊神魔战利 或家夫 或盘膝 或振翅而飞 或三头六臂 或牵手牵眼 或人头鸟身 或瘦手人身 千姿百态 一个个念诵种种经文 而列山族所有人都在他的魔玉笼罩之中 江南的魔玉并未攻击他们 而是在魔玉运行之时 为他们洗经法随 改造肉身 同时 魔玉中的神魔诵经 也是他自己个人的领悟 至于列山族人能够从中学到多少 则全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对于列山族人 江南内心中颇有歉意 毕竟是他在列山族附近渡截 而且最终跌落到村里 所以才会引来其他大部落的觊觎和攻打 列山族可谓是遭了无望之灾 不过 经过江南的洗经法随 传经受盗 留下自己的传承 这个萌昧的部落也因此会出现许多修士 在这片蛮荒之地也有了几分自保之力 当他体内传来红中大吕般的响声 遇天道中与天道宝中剧烈冲撞 玄台经人亲自驾驭这口道中 连番冲击 将天道宝中的虚影一次又一次打散 融入他的肉身之中 让天道宝中的虚影不断拴弱 而随着天道宝中渐渐融入到他的肉身 江南的寿元也在缓缓增加 这次炼化无比艰辛 花费的时间也很长 待到半月之后 天道宝中虚影这才完全融入到他的肉身之中 他的寿元便已然增加到五百年之久 炼化天道宝中虚影 江南立刻调动于天道中 辅助万界御图去炼化万佛塔 这次他的炼化速度更快 时间足足缩短了一半 终于将万佛塔也炼入肉身之中 两件天道至宝炼入体内 他的修为也是暴增 修为比刚刚修成玄都进时几乎提升了一倍之多 这就十分恐怖了 神辅八境 每提升一个境界 可以增加一倍的修为 这已经是神明级功法的极限 天神级真神级 神主级 乃至神尊级功法 虽然提升的幅度更高 但也达不到两倍的修为 江南的魔玉玄胎经 提升一个境界 修为提升幅度也在一倍到两倍之间 而现在 他即将跨过玄都进初期 修炼到玄都进的中期 修为便已经达到天门圆满境界时的两倍之多 如果他修炼到玄都圆满境界 修为深厚程度 只怕会是天门境的四倍之多 若是每一个境界都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提升 下一个境界 欲精进 我便可以摆脱中天世界的地词原力 肆意飞行 江南心中怦然 随即摇头 不过 这是我将九大天道至宝虚引炼入肉身之后 才带来的强大效果 让肉身在同等境界下可以容纳更多的法力 但是这样做毕竟有极限 否则每个境界都这样提升的话 恐怕修炼到天宫境界 我便可以与神灵对抗了 把九大天道至宝虚引炼入肉身 前期的提升幅度惊人 但是到了后期便不会如此惊人了 江南估计 自己度过玄都进之后 每提升一个境界 最多能达到比前一境界两倍的修为增幅 这已经是极限 突然 只听翁的一声清响 猎山族中的一个青壮男丁 突然眉心一闪 浮现出一道神轮 江南张开眼睛 四下看去 只见在他炼化天道至宝虚引的这段时间 这个小小的村落中 已经有二十多人修出了神轮 甚至有几个资质出众的人 还修成了神通 静静神速 这些蛮族 在中天世界中得天独后 被这个世界的灵气滋润 每日吃的都是异兽 早就积累下雄厚的根基 甚至不曾修炼肉身变强横的堪比武道先天高手 如今得到江南的传法 修成神轮 神通 简直就是水到渠成 不愧是大世界 普通人的根基远超原界那等地方 不过 我原界的众生 许多都已经迁徙到镇天心域 在镇天心域中出生的人类也不会比他们逊色 对于这一点 江南颇为自傲 镇天心域由他一手开辟出来 带到主星恋成 生活在其中的生灵 必然不会比中天世界的主大陆逊色多少 带到他将三把天意诸仙剑恋化 江南的修为也赫然达到玄斗镜的中期 寿元更是恢复到全胜状态 拥有1500年的寿元 不仅如此 江南甚至还感觉到 自己如果能将九大天道至宝虚影统统练化 只怕自己的寿元会继续激增 达到绝世强者才能拥有的漫长寿命 能够存活三五千年之久 这就是练化天道至宝虚影带来的好处 若是我能将九大天道至宝完全复制下来 练入肉身之中 我不是仙 也可以与世同存 与天地同寿 日月同光 突然 江南神情围动 叹了口气 远处 一股股强横至极的气息浮动 其中甚至有长教至尊级的强者 还有正教之宝的气息 复以万计的强者 在直奔此地而来 那些大部族 前来复仇了 甚至 江南还感觉到了神威 沉重的神威 应该是这些大部族 请来了正族的守护神 神明的分身 上一次 羽王神族也请来了真身的分身 但是那尊与王真神还未来的即将自己的分身提升到全胜状态 便被江南请拿 一道元胎印轰爆 连神性都被江南炼化 但是这一次 这些大部族提前召唤来神明的分身 显然是要以压倒性的力量 一举江烈山族产平 大战终于要来了 大世界就是大世界 连这样的部落都有神明守护 江南挣扎起身 体内依旧有六大天道至宝的虚影牵制他的法力和法宝 不过他双眸之中依旧战役雄雄 我既然被猎山族奉为守护神 岂能退缩 那就让我大战一场 为猎山族杀出一片生存空间 远处 惊奇飞舞 在半空中寒旋不定 神鸭族 教族 郑海士 连山族 黎山族 魁士 甚至还有羽王神族 十多个大部族进起大军 气势如虹 奔腾而来 一剑剑阵族之宝腾空 镇压万物生灵 而在大军中心 则是这些部族供奉的神明的分身 神经炼旧 神性入主 法力强横的堪比长教至尊级强者 这种场面 只有大部落开战时才能看到 而现在 如此大规模的场面 如此庞大的手笔 竟然只是为了对付一个小小的百石人的小部落 神鸭尊者 前面便是列山族 神鸭族进起大军 大军上方漂浮着神鸭族的镇族之宝 神鸭湖 一个葫芦状的玉湖 便提火云缭绕 这玉湖下方 乃是神鸭族长 伴随一位丫头人生鸟翼的怪人 这个怪人 便是神鸭族供奉的妖神 神鸭尊者的分身 这尊化身乃是用神经所著 如今被神鸭尊者的法力和神性灌入 有如血肉之躯一般 行动自如 神鸭尊者嘎嘎怪笑 声音如同金石 铿锵有力 目光遥遥向列山族的方向看去 一个小小的部落 竟然存在着一尊奇特的守护神 能够斩杀羽王真神的分身 我倒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能有这么大的能位 不过最为关键的 还是那件拥有天威的神物 他目光灵力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那定然是一件天道碎片炼成的法宝 若是能够得到这件宝物 我的寿源势必会大大延长 突然 距离神鸭族大军不远的连山族 传来一阵骚乱 轰轰的爆裂声不绝于耳 恐怖的神通波动四下弥漫 如同飓风横扫 轰 但空中突然浮现出一座座神山 轰隆隆砸下 砸得大地裂开 群山倒伏 虚空都被砸得粉碎 连山老祖出手了 连阵族之宝都动用了 难道是对上了强敌 神鸭尊者脸色为变 他与连山老祖并不陌生 两大部落长年开战 他们二人的分身也交手过很多次 却在此时 一声惨叫传来 犀利无比 你敢镇压我 小子 你敢镇压我 我要将你碎失万 惨叫声戛然而止 神鸭尊者惊疑不定 突然前方的天空陡然阴暗下来 天地仿佛陷入黑暗之中 接着岩浆奔流 地水烽火喷涌 仿佛一瞬间变成滚滚的熔岩魔玉 一尊尊神魔从岩浆中站起身来 黑暗迅速将神鸭族大军吞噬 然后 神鸭尊者便看到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年脚踩魔玉 背负双手 诗诗然向自己走来 杀 神鸭尊者目光凌厉如刀 身躯腾空而起 雨翼炸开 遮天蔽日 火光熊熊 如同一轮烈日 向那少年飞扑而去 与此同时神鸭族的镇族之宝神鸭湖打开 神火喷流 化作铺天盖地无数火鸭熊熊扑来 可可 那少年吐出一口血痰 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随即双手交错 一口红中腾空 天道之微弥漫 下一刻钟声响起 无数火鸭被震得粉碎 神鸭湖被生生压制 随即八道剑光冲天而起 两个身影交错而过 神鸭尊者的这尊分身陡然炸开 四分五裂 第470章 重塑金身 一道神光闪现 裹着一头火鸭向远处逃顿而去 正是神鸭尊者分身中蕴藏的神性 他分身被毁 一个照面便被五色精炼制而成的神王剑切碎 只剩下神性 若是能寻找到一个不错的肉身 神性入主 依旧可以炼成分身 我错估了此人的实力 他心中暗道 却在此时 那面色苍白的少年身后陡然浮现出一尊万丈惊人 张口长长一息 神鸭尊者分身的神性身不由己 被那惊人一口吞噬 神鸭族大军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连一次呼吸的时间不到 他们族的守护神分身 便被人生生切碎 连神性都被吃掉 这个面色苍白的少年 正是江南 从列山族村落中走出 直扑各族大军的中央 击杀神明分身 短短片刻时间 便有两尊神明分身被他摧枯拉朽般几岁 吞噬神性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玄胎惊人在不断成长 比自己日常修炼时的成长速度要快了许多倍 催动法宝时的威力更大 心中不由大喜 神性越强 我练化这几件天道至宝虚影的速度变越快 领悟变越高 远处 还有许多神明的分身 这一天 绝对是大荒各大不足悲惨的一天 角族的守护神 大渊灵王的分身被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当着族人的面 挤巴掌伦抱 镇海时的守护神东海王的分身 被那少年杀入中军杖中 一口大中倒扣 将他生生炼化 魁氏的老祖宗 魁王神的分身化作一头身高数千丈的魁牛 与那少年单挑 最终被那少年赤手空拳 生生即杀在一片大则之中 这些部落供奉的神魔 一尊尊分身被窄 神性被吞噬炼化 没有信念 江南对各大不足的强者不闻不问 直接杀入这些不足的大军之中 直奔那些神魔分身而去 如入无人之地 几招之下 神魔分身兽手 施横在地 神性则直接被他的玄胎惊人吞噬 一日之间 十四个大族在前去灭猎山族的途中遭到阻击 神魔分身全军覆没 群雄束手 万族震惊 尤其是羽王天神 他的分身更是第二次被斩 连续损失了两道神性 几乎让他从天神的境界上掉落 损失惨重 整个大荒陷入一片沉默 各大部族再也不敢觊觎猎山族这个小小的部落 而在神界之中 被江南斩杀分身的那些神魔震怒 恨不得亲身降临 将这个胆大包天之徒斩杀 不过可惜的是 如今荒谷圣山被光武神帝下令封锁 断绝横神通道 连他们也无法下界 让他们一个葛恨的牙根痒痒 却有心无力 十四位神魔分身的神性 足够让我的玄胎惊人 省去十年的苦修 小村落中 江南的修为越来越强 在他体内 造化神楼 镇仙顶 化仙平 天刀以及藏天葫芦等天道质宝的虚影 都已经被他炼化 只剩下到金玉盘这一件质宝虚影 到金玉盘 同样也是最为难缠的一件虚影 这件质宝形状如盘 盘的表面遍布龙凤一纹 而盘子内侧 却是一朵到金描摹而成的莲花 这件法宝虚影妙用无穷 遇到攻击时便如同莲花绽放 重重叠叠 花朵烂漫 一种种花瓣抵挡住一波波攻击 无穷无尽 而攻击时 花瓣隐去 化作一道静光 静光所过之处 一切如静花水月 梦幻泡影 很是凶猛 若非将难以各种法宝镇压肉身 只怕她的血肉也无法在静光之中坚持多长时间 便会被静光化去 到金玉盘迟迟无法练化 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这个隐患 会随着她的修为增长而越来越大 待到下一次将难度结时 她体内的到金玉盘虚影便会更加壮大 而且 随着她境界提升每一次肚结 都会让到金玉盘虚影的威能壮大促背 早晚有一天 她会镇压不住到金玉盘 最终被这面玉盘谋灭成灰 必须在我进入玉精进之前 将这道玉盘练化 江南静下心来 村落里的猎山族人忙忙碌碌 这些蛮族不知从哪里 弄来一根菩提树的树桩 几个工匠细细雕琢琢 不过几日便雕琢成江南的样子 白发苍苍的老族长命人 将这尊雕塑搬到村子中央 村子中央居然还有一道灵犬 被这些人将菩提树雕琢成的江南雕塑树 在灵犬之中 这尊雕像得到灵犬滋润 每个猎山族人各自割破手腕 把鲜血滴入灵犬之中 老族长手捧一张兽皮 围着雕像不断走动 念诵兽皮上的经文 那经文很是古怪 随着他的念诵声 灵犬和鲜血渐渐沸腾起来 一丝丝血脉之力混合着灵液流入雕像之中 让雕像渐渐有了一分灵性 甚至可以看到雕像里面 淫淫有血液流动 江南见状 也不由诧异起来 他能够感觉到雕像中的灵性 如果常年祭祀的话 说不定真的可能会让这尊木雕活了过来 成为真正的生灵 有意思 江南目光闪动 代老族长做完祭祀大典 心念为动 将那张兽皮卷起 落入他的手中 他细细向兽皮上经文看去 心中一惊 这不是祭祀 而是一门古老的神通 堪称造化的大神通 兽皮上的经文极其古怪 说的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大神通 名叫重塑金身 这种法门 却是在修士死后 神魂未散之时 为其重塑金身 得到凡人祭祀 凝聚信仰 以香火信仰让其不死的奇妙神通 经过这种重塑金身 修士虽然没有了真正的肉身 也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只要信仰不断 便不会死亡 这门神通 还有另一个巨大的好处 那就是早早地为自己诉了金身 如果自己惨遭不幸 生死盗销 万民跪拜在金身雕像前叩拜念诵 便可以将神魂拉来 入主金身之中 卷土重来 甚至 就算是修士魂飞魄散 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心中思念 时时刻刻不断叩拜祭祀 也有可能为修士虫聚残魂 从死亡中拉回来 这种神通 融合了极高的眼界和神魂神性的见解 又牵扯到信仰香火 以及长生不死的奥秘 只怕不是凡间的神通 甚至连普通的神明 只怕都开创不出这种神通出来 江南将这门重塑金身神通祭下 随即将寿皮还给那位老族长 心道 重塑金身 是一门很有用的神通 若是当年 习长教先给自己立了一尊金身 让我圣宗门下的凡人国度祭祀膜拜 只怕他便不会死了 他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重塑金身的最大用处 习长教无论是死了 还是神魂落入森罗大帝之手 都可以用重塑金身的办法 将他的神魂招来 让他死而复生 他心头砰砰乱跳 与此同时 远在玄民元界的太阴化身立刻召集圣宗弟子 打造促使遵习应勤的金身雕像 树立在玄民大陆的每一个凡人国度的皇城之中 命这些国家叩拜祭祀 为习应勤凝聚信仰 带到积累的信仰和香火足够强大 我便试试看 能否召回习长教的神魂 江南做完这一切 便割舍自己的一缕神性 入住自己菩提雕像之中 又在雕像中逼上挤逼自己的心头血 有了这些 这尊雕像便会拥有法力和他的意识 即便他不在 也可以保护猎山族的安危 而且 他的这一缕神性也可以借此机会研究一下重塑今生的奥妙 凝聚信仰和香火 不断壮大 为将来召回习应勤的神魂做准备 在大荒边陲 一座圣城耸立云霄 这座圣城广阔数千里 赫然是一件大的不可思议的法宝 而且圣城极为复杂 如果细细看去 便可以看出来 这座圣城是由无数法宝共同构建而成 荒谷圣城 大荒方圆数百万里之内 最为强大的传承 一座圣殿之中 诸多大荒不足的长老毕恭毕敬地站在一位衣着华美的年轻人身后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天降神物 落在一个小村落中 那小村落中还有一尊强的可怕的守护神 把你们这些不足的守护神通通打碎吞噬 那年轻人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 心声道 有意思 有意思 我荒谷圣城统治大荒 哪怕是神界改朝换代 换了一任神帝 我荒谷圣城还是屹立不倒 千万年来 神界换了五任神帝 而我圣城却依旧统治这片土地 任何部落 都需要经过我圣城的点头 那些神魔才可以成为部落的守护神 而现在 却突然冒出一个守护神 还将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有点意思 天涯公子 要不要统治圣城高层 派出神将 将此人擒拿 那年轻人身旁 一位灰袍老者低声道 不用 不过是一件小事 可须惊动神将 那年轻人少天涯摇头笑道 我可请不动神将 除非我师尊出关 不过 这个小部落的守护神 我却想亲自见一见 猎山族小村落中 江南布置完毕 正欲离开这里 突然心有所感 向村头看去 只见一个年轻男子 不知何时出现在那里 脉步徐徐走来 他这一栋 花物从他体内涌现 化作一片繁花盛景 鲜物缭绕的世界 但花非花物非物 都只是道文所化而已 道文化作洞天 与外界融为一体 将外界化作自己体内世界的延伸 让自己的修行速度更快 江南心中一领 他也是在前不久 渡劫之时 才悟出这种修炼手段 本来以为是自己独创的绝学 却没有想到居然在另一个年轻人身上 也看到同样的本事 这个年轻人是神府八境中 动天境的高手 但是却让他感觉到一股极大的压力 同样是神府八境 能够让他感觉到压力的人 已经极少了 江南游历诸多世界 只遇到过一人 那便是神皇之子兰凌冽 而现在 他又遇到了另一个人 第471章九转战体 江南虽然境界还未达到动天境 但却可以施展动天境的一些手段 他的神魂早已经是神性 神世也早就超过动天境 而且他的其他几大化身 除了森罗大帝化身之外 都已经修炼到天宫境界 所以才可以将魔玉石化 让外界变成自己的动天 虽然诸天万界中动天境的强者 如同繁星数不生数 但是能够将外界变成自己的动天之人 却少之又少 蓝灵神皇之子蓝灵烈 可以说是江南所遇到的年轻强者之中 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 神府七重拾 便将长教至尊级的魔灵压制的死死的 甚至连向他动手的勇气都没有 甚至江南现在都未必敢说 自己能击败那时的蓝灵烈 而眼前这个华福年轻人 则是另一个相当强大的存在 给江南以极大的压力 拥有强大传承的人 江南眯了眯眼睛 上下打亮这个华福年轻人 心中暗道 而且天资卓绝 没有卓绝的天资 根本无法领悟出将外界化作洞天 让自己的肉身延伸 提升修炼速度这种手段 领悟出这种手段 修炼速度便会比别人更快 成就更高 实力更强 江南敢肯定 此人的年纪不大 比自己大不了多少岁 他的修炼速度 比神明转世深慢不了多少 像这种人 在玄冥元界根本没有 倒有想必是其他世界的人吧 那华福年轻人见礼 孝道在下少天涯 荒谷圣城的弟子 从前并未见到过道友 也未曾听闻过道友的名声 像道友这么出彩的人物 如果是我中天世界中人 早就应该名扬天下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道人江南 江南还礼 孝道自子川 无意中路过此地 在此歇脚 原来如此 少天涯孝道 其他人都说 道友是这个小部落的守护神 而我却突然想到 道友或许并非是来自神界的神明的分身 或许只是无意中路过此地 所以才前来拜访 他风采斐然 彬彬有礼 让人如沐春风 江南心中也不觉对他有几分好感 笑道 道友猜得不错 我在此稍作歇息 却被一些部落攻击 这才惹出一些事端 惊动了道友 大哥哥 吃饭 一个凸着鼻涕的小女孩捧着一碗米糊糊送到江南面前 养着头道 少天涯面色古怪 像他们这等人物 早已经参风引入 不食人间烟火 别说一碗米糊糊 就是山珍海味放在他们面前 他们也不屑于食用 他们平日里不吃东西 若是吃喝 也是吃一些灵丹灵药或者灵兽 饮的是灵液酿成的美酒 灵药泡出的鲜茶 更何况 这碗米糊糊分明就是用糙米熬成的米粥 还窜了烟 远远便嗅到一股糊味 别说羞逝 就是普通人只怕都难以下烟 江南摸了摸小女孩的小脑袋 端起碗呼噜呼噜把一碗米糊糊倒进嘴里 仿佛吃了世间难得的美味 砸了砸嘴巴 难道这米糊糊是用什么灵丹妙药炼制而成 是一碗能够修为大增 少天涯心中纳闷 动了好奇之心 少道有要不要也来一碗 江南笑道 少天涯迟疑一下 点了点头 过了片刻 小丫头捧着另一碗米糊糊送到她的面前 她看到这大海碗没有洗 直接剩了第二碗 不过在江南的注视下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接过来 扎了一口一股糊味冲上喉咙 咕噜 少天涯咽了下去 向小女孩苦着脸道 这位小道兄 你的米糊糊熬糊了 小女孩挠了挠乱糟糊的头发 却却道 我烧饭的时候打瞌睡 一不小心烧糊了 少天涯哑然 仰头把一碗米糊糊吞了下去 将一块玉盘交给那小女孩 笑道 我吃了你烧的饭 不能不给你一些好处 这是我的令牌 将来你长大时若是能够走出大荒 便去荒谷盛城找我 我收你为弟子 那小女孩们懵懂懂 接过玉牌 少天涯向江南笑道 道友见谅 可否一步说话 江南点头 走出村外 两人并肩向群山深处走去 少天涯笑道 道友远道而来 我荒谷盛城铁为地主 原该招待 不过这大荒无数部落 都是我荒谷盛城的侠地 你打了他们 他们前来寻我 为他们出头 好说 好说 江南笑道 你要替他们出头 我也要替猎山族出头 都是人情 两人徐徐而行 一步跨出 便有百里空间 从他们二人的脚下跨过 脚步迈动虽慢 但速度却快得惊人 一步之间 跨过大山 越过湖泊 没过多久 两人便来到大荒中的一片汪洋大海之上 二人还在向海洋中心走去 没迈出一步 他们的气势便暴涨一分 少天涯的脚步落下 肉身疯狂膨胀 脚步抬起时 肉身却在急剧缩小 一丈一缩之间 他的肉身凝练了无数倍 他连续迈出九步 肉身膨胀缩小了九次之多 他的肉身已经强的连终天世界的虚空都隐隐有些承受不住 虚空被他的肉身压的隐隐出现一道道裂纹 在他周遭形成一片蜘蛛网般的裂缝 这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功法 肉身九转 法力九转 神通九转 神士九转 比江南从前所见过的任何肉身功法都要凶悍强横 可想而知 少天涯动手之时 将会是何等的一种天崩地裂的手段 而在此时 少天涯也在暗暗打量 却见江南一步落下 肉身只长高了不到一尺 九步迈出 他的肉身增长幅度小的可怜 只有丈六高度 但随着他的脚步迈出 他脚下的大海却突然凹陷下去数百丈 方圆百里的大海 直接凹下数百丈 露出海底 海底只剩下一个脚印 脚印中有一小汪海水 但是其他地方的海面却没有掀起任何波涛 这说明 这方圆百里的海水 被他一脚踩下时并未向外排开 而是被他压缩了无数倍 变成一小汪水 江南也迈出九步 大海被他踩平 踩出一条通道 海底只留下九个足迹 而最后两步落下时 他的体内传出两个奇特的声响 如同心跳 第一声心跳震动时 他的气血突然狂暴 旺盛了五倍之多 第二声心跳响起 他的气血突然暴增十倍 法力肉身神是通通暴增十倍 道兄 请 请 两人的身躯猛然移动 下一刻 二人如同彗星般撞在一起 九转天轮应 森罗应 半空中突然间出现一道道天轮 九大天轮嗡嗡转动 轮中是一只大手 而在九转天轮的对面 则是无穷地狱 一个个世界转动 漂浮在明海之上 一只大手从海中飞出 两只大手猛然碰撞 这一瞬间 虚空终于无法承受二人的力量 轰然崩塌 两个人影向后叠出 砸得大海盾起狂澜 海浪竖起直扑苍穹 江南手臂酸麻 右手在不断抽筋 而少天涯则无法飞扬 捧着右手连连呼通 眼泪都流了下来 道友 我已经替那些不足出过头了 不打了 不打了 少天涯飞到江南身边 笑道 你好壮实 若是其他人 哪怕是天宫四五中的强者 也接不下我一击 道友居然能将我打得吃痛 你的肉身只怕快要比得上神明之躯了 江南对他也佩服万分 笑道 道兄肉身久转 精妙异常 子穿佩服 此地民风虽然淳朴 但不是你我这等修饰应该待的地方 如果道友不嫌弃 不如去我荒谷盛成小叙 你意下如何 少天涯提议道 江南头一次来到中天世界 人生路不熟 也想寻一个对中天世界了如指掌的人了解情况 少天涯无疑是上好的人选 当即笑道 敢不从命 少天涯当即即起一艘楼船 道友还请登船 你我边走边谈 江南迟疑一下 登上楼船 少天涯当即催动楼船 只见楼船微微晃动 竟然没有飞起来 少天涯脸色微红 立刻全力催动楼船 这艘楼船这才晃晃悠悠的飞起 没使出多远 他额头便冒出细腻冷汗 哀叹道 江道友 你到底有多重 你是不是把一颗星球藏在身体里了 江南欠然道 我的肉身 锤炼得有些过火 导致肉身太重 道友受累了 他的法力涌出 灌入这艘楼船之中 楼船的速度顿时加快不少 少天涯松了口气 笑道 道兄 你的这具肉身重量 只怕快要达到神魔了 在年轻一辈中 能够肉身胜过你的 只怕寥寥无几 江南轻一一声 道 听到有的意思 还有人的肉身能够胜过我 不知这些人都是谁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少天涯道 我中天世界的传承极多 其中不乏有神尊 神帝遗留的神体 肉身强大 甚至还有仙人的一脉 仙体存世 虽然为数不多 但都非同小可 我便曾见过一个胖道人 被人捆在一艘小船上 从虚空中飘来 飘到我中天世界 曾经有人用尽神的法宝轰击 也未曾将这道人轰死 厉害非常 估计也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神体 胖道人 被捆在小船上 江南呆了呆 面色古怪 这种待遇 与他被地狱魔神流放到诸天万界时相差不多 定然是自己曾经的友人 三缺道人诸十三无疑了 这道人陷在何处 烧天涯道 这道人出言不逊 被出云城的强者擒拿 贬为奴隶 挖了几年的矿 后来出云城强者见他鬼点子多 屡次逃走 于是把他当成战奴 在出云城与其他战奴决斗 日子很是凄惨 他也是年轻一辈中出泪拔萃的高手 不曾想落的这样的下场 令人唏嘘 第472章我回来了 三缺道有道是命大 居然能从茫茫的宇宙虚空中存活下来 江南哭笑不得 郑瑟道 敢问这道人现在如何 烧天涯摇头道 我上次前往出云城是一年前 那时他还没死 不过现在的情况我便不知道了 出云城每个一段时间 便会举办一场决斗大赛 附近的诸多大势力都会带领战奴参赛 豪值千斤 压堵各自的战奴 有些大的势力 甚至捕捉到进神强者当场战奴参赛 那个胖道人能否活到现在 很是难说 江南心头一跳 连进神的强者都被捕捉当场战奴 这个出云城真是恐怖 除了战奴之外 还有许多好战的高手 往往也主动参加这种决斗 验证提升自己的实力 少天涯笑道 敢于参加这等战斗的人 都是强者之中的强者 与少天涯的交谈中 他对中天世界多少也有些了解 中天世界与玄冥元界不同 玄冥元界多是大派传承 而中天世界则是有家族 也有门派 两种势力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中天世界乃是大世界之首 龙蛇混杂 有着种种强大的存在 曾经在中天世界修炼 这些神主 神尊遗留下强大的家族 血脉传承 让家族屹立不倒 因为血统的关系 这些大家族的势力 足以能够与一些大门派相提并论 荒谷圣城便是一个 庞大的门派 统治茫茫大荒 神人辈出 屹立在这片土地上千万年不倒 出云城则是出云神尊留下的传承 出云神尊是神界的霸主 在进入神界之前便是居住在出云城 血脉流传 子孙众多 神界神帝尚未封闭天人通道时 出云神尊曾经屡次显胜 出现在出云城中 不过近些年 出云神尊也有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除了这两座大城之外 还有着诸多圣地 圣城 有如天上的繁星 数不生数 除此之外 还有些神魔不喜欢热闹 并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地盘 而是隐居在深山大则或者闹市之中 三物大道 有时候 无意中遇到的一位侨夫 一位美妇人 便有可能会是隐居的神魔 江南听到这里 心中不由骇然 中天世界的气象 的确超过了玄冥元界十万八千里 别的不说 单单一个像荒谷圣城这样的圣地 便足以将元界踏平了 中天世界号称小神界 人神混居 的确不同凡响 这里的世界更广阔 高手更多 与玄冥元界不可同日而语 江南心中暗道 我玄冥元界出现一尊神灵 便已经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这里每一座圣地 都有不止一尊神魔守护 玄冥元界还在发展之中 经过江南开辟阵天心域之后 这个世界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财俊涌现 将来必然会成为一个庞然大物 即便比不上中天 也应该相去不远 不过 那应该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少道友你是否遇到过此人 江南心念为动 法力幻化出太皇老祖的模样 唯妙唯孝 问道 此人成神已经有五年多时间 五年前来到中天世界 少天涯仔细打量 摇头道 不曾见过 江道友 你有所不知 我中天世界实在广阔 除了我中天主大陆之外 还有海量的星路 也有神魔定居 而在星空深处 也有不少星球 想要走遍主大陆 即便是你我这样的实力 也需要促十年 如果算上天空中的那些星路 没有百年时间休想游历一遍 而若是要游遍中天星空星河 只怕需要万年光阴才能办到 想寻到一个人 实在是大海捞针 他顿了顿 道 至于神魔 与咱们虽然同处中天世界 但是他们却如同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 他们有他们的圈子 凤凰不与山鸡为伍 在他们眼中 咱们与山鸡没有什么区别 只有你的修为到了 才会接触到那样的圈子 江南轻轻点头 江雪姐姐也曾说过 与你为伍的人 永远只能是实力相差不多的人 他一路走来 发现确实如他所说 从前他在其王府为奴时 有人是铁柱 要王府时 苏晃是他的朋友 进入圣宗之后 与云鹏 穆燕人交好 但是随着他的修为日渐今生 曾经的友人便会越来越疏远 带到成为长教至尊之后 更是很难见到一面 这并非是他刻意为之 而是圈子不同 有共同语言的 只能是与他相差无几的人 而在与从前的友人待在一起 只能发现共同语言越来越少 反而会越来越损伤 从前积累下的友情 为何太皇在成为神明之后 离开元界 也是同样的道理 元界中已经没有 能与他交流的人 想要再进一步 便为有去寻找 与自己同等境界的强者 道有可曾见过他 江南又将江雪的模样 幻化出来 问道 朝天涯上下打量 目露异色 郑重万分道 见过 江南心中一颈 急忙追问道 道有在何处见过 三十年前 我还是二十来岁的时候 烧天涯面色凝重 审声道 这女子突然间崛起 惹出一场大动乱 不知多少神魔 在那场动乱中死于非命 陨落的众神多达千百尊 一座座星路都被打碎 从天空中坠落 这等大事 经历那场动乱的人 很少能够忘记 江南急忙追问 少天涯笑道 江道有 我荒谷圣城到了 带到了城中 你我慢慢详谈 江南抬头 只见楼船不知不觉 尖飞到半空中漂浮的 一座宏伟巨城上空 缓缓降落下来 这座天空之城 长宽被有数千里 大的惊人 如同一座悬空的大陆 城中弥漫着 一股股令人心悸的气息 城中高手无穷 每一块砖石 每一块瓦片 每一块青石 雕梁画柱 亭台楼械 乃至于城中的河流湖泊 街道宫殿 通通都是法宝 这是一座 由无数法宝组成的宏伟城池 这些法宝相当于 一个个精确的零件 共同组成一件大的不可思议的法宝 拥有无穷的威能 除此之外 他还看到城墙四周 还有一格格炮朵 炮口森森 显然威力极为强大 好恐怖的一件战争机器 江南不由动容 他一眼便看出 这座荒谷圣城乃是应战争而生 而且是神魔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才能动用这等恐怖的武器 试想一下 无数神魔大战 荒谷圣城一出 无数炮火将无数神魔淹没 圣城轻压 一路碾压过去 谁人能敌 这等战争机器 比地狱的远古战舰的威力还要恐怖 江胸豪眼力 少天涯笑道 我荒谷圣城在千万年前炼成 当时神界无主 群雄征战 几位帝籍人物 都想成为统治诸天万界的神帝 当时我荒谷圣城的第一任城主 来思邪追随荒谷大帝 征战沙伐 立下赫赫战功 最终辅佐荒谷大帝登上地位 靠的便是荒谷圣城 可惜的是 除了那场夺地大战 千万年来荒谷圣城始终默默无闻 不知何时才能在斩雄风 实诚在神魔战场 江南看他一眼 心道 看不出少道有表面上文文静静 如同处子 但内心中还是一个暴力狂 不是暴力狂 便不会想看到荒谷圣城这等恐怖的战争机器在斩雄风 毕竟这等恐怖的法宝一出 便不是死一两位神魔那么简单了 而是轰死成片成片的神魔 两人走进一座圣殿 只见那座圣殿中还有不少大部族的首领 此刻通通站在殿中 毕恭毕敬 江南细细打量 这些大部落的首领族长他都曾见过 当即含笑向众人招呼 各位都在啊 众人脸色为变 静若寒蝉 与王族长大着胆子道 天涯公子莫非请吓此人 打算将他碎尸万段 以他之血 为我各族祭祈 朝天涯摇头道 我与江道有不打不相识 这些守护神因为一部分神性被江南吞噬炼化 导致修为大损 尤其是与王族的守护神分身 更是连续被干掉两次 神性大损 险些境界掉落 神魔震悟 若非荒谷圣山被封锁 这些暴怒的神魔早就杀下界来了 你们若是不愿化干戈为玉伯 不如我来做主 你们在这里与江道有大战一场 分割胜负死活 你们意下如何 少天涯提议道 江南咧嘴一笑 露出血亮的牙齿 看得众人心头直冒寒气 连连道 天涯公子说笑了 我们愿意化干戈为玉伯 少天涯挥手让他们退去 随即拍了拍手 一个老仆走上前来 少天涯低声吩咐几句 那老仆点头离去 过了片刻 那老仆手捧一面明镜赶来 少天涯将明镜交给江南 道 江道有 当年的那场大乱 我圣城中曾经有神明已尽光照药战场 将那副场面留下来 你一看便知 江南接过这面明镜 心头砰砰乱跳 急忙定了定神 伸手一扶明镜 镜中顿时出现一幅无比壮观浩大的场面 只见无比雄伟壮阔的荒谷圣山插入神界之处 虚空陡然崩溃裂开 无数身高万丈的神魔如同密密麻麻的蝗虫一般从虚空裂缝中疯狂钻出 扑向中天世界 而在圣山脚下 站着一位美若天仙般的女子 仰头看向扑来的众神众魔 我回来了 镜中传来那个让江南魂迁梦绕的声音 轻声道 第473章 出来洗地拉 明镜中 一场大战突然间爆发 无数从神界下来的神魔 在几个呼吸之间便将那个风华绝代的女子淹没 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大战 比江南从前所见的任何一场大战都要惊心动魄 从神界下来的神魔不仅仅是神灵魔神 还有天神真神神主 一件件恐怖的神明之宝撼动诸天 打得天崩地裂 甚至江南还看到不止一件类似荒谷圣城那样的法宝 向那女子轰去 这场战斗极为惨烈 很快便有伤亡 那个女子的面部表情始终没有变过 淡然如一 在诸天神魔之中仿佛闲停信步 但每一次出手 都有成片成片的神魔倒下 一件件神明之宝暴碎 一尊尊神魔陨落 神血如何 从天穷上奔流而下 汇聚成湖 成海 砰 一座荒谷圣城那样庞大的圣城四分五裂 神魔残肢四下分散 血流成铺 倾泻而下 这个女子强大的不可思议 生生将类似荒谷圣城这样的战争机器打爆 打碎 从漫天飞舞的法宝碎片中走出 她没有一盒之敌 就算是真神 神主也不是她的对手 出入在这样的战场之中 肾上依旧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 没有沾上一丝血迹 她的风采 让人过目难忘 她所过之处 留下一具具神魔的尸体 震撼人心 那些如同蝗虫般的神魔被杀得溃败 留下千百具尸体 蜂涌向神界飞去 远远躲开这个杀神 我的人在哪里 她抬头看天 仿佛在询问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李的人 荒谷圣山上方 虚空深处 传来一声大笑 讥讽道 神君 你忘了吗 李的人 早已死的死 被镇压的镇压 转世的转世 你还有什么人 至于那些未死的 都是余孽 早已被铲除干净 李现在是孤家寡人 轰 一只大手从神界之中探出 抓住荒谷圣山 生生将这座圣山连根拔起 庞大的荒谷圣山从中天直插神界 贯通两界 无数星路 星辰 星河围绕这座圣山旋转运行 而在此刻 这座圣山却被人一把抓起 以山为硬 狠狠向那女子垂下 将雪抬起一只无暇的手掌迎上 圣山与她手掌相碰的一瞬间 中天世界剧烈动荡 群星坠落 星河扭曲 一座座星路崩溃 下一刻 将雪迈步而行 登上圣山山顶 走入神界 与其疏走 不如说杀 她一路杀到神界 在她身后 只留下那一栈被打碎的虚空迟迟无法愈合 形成了永恒的虚空伤痕 半空中漂浮着的无数法宝碎片 圣山的山基破碎 山体上到处都是斑驳血迹和神魔的尸骸 而在山脚下 大战给中天世界主大陆留下了触目惊心的伤痕 那是这一战中神通和法宝轰击留下的痕迹 一个个大海深渊般痕迹 都天神主 出来洗地 将雪脉入神界的那一刻 突然开口道 她的身影消失在圣山的尽头 没过多久 一只巨大的眼睛突然从圣山上空冒了出来 咕噜咕噜转动 观望四周动静 随即 上千位神魔从神界钻出 茫茫碌碌 热火朝天 有的修补虚空伤痕 有的收集神魔残尸 有的冲洗圣山上的血迹 有的则填平地面上的神通和法宝轰击的痕迹 呼 一面大旗突然从山顶降下 越来越大 化作一面广阔无际的铁幕 遮住正在洗地的诸多神魔 然后又有一块红地毯从神界铺下 一个神座降临 神座上坐着一位红光满面的老者 肥肥胖胖 笑口常开 乐呵呵地坐在神座之上 无数身姿恶魔的神女飞来 有的手捧琵琶 有的西横琴弦 玉笛声销 喇叭唆唐 吹拉弹唱 又有百十位神女在红地毯上翩翩起舞 歌唱天下太平 盛世繁华 好不热闹 这个红光满面的老胖子 显然便是江雪姐姐口中的都天神主 看到神女歌舞 乐得开怀大笑 没过多久 都天神主欣赏玩歌舞 起身离去 红地毯卷起 与诸多神女一起飞入神界 随即 那这天的铁幕也呼啦一声飞入神界之中 只见原本在打扫清洗战场的那些神魔不翼而飞 而本来残破不堪的战场 所有的尸体和残肢 所有的法宝残骸 所有的血迹 通通消失不见 晴空如洗 荒谷圣山焕然一星 天空中的虚空伤痕 大地上法宝神通撞击流下的大海深渊 也通通被人抹平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江南看完明镜中记录的这一战 久久出神 没有动弹 他终于再次见到了姐姐 虽然是在明镜之中 见到姐姐的一段往事 但是依旧让他的心境久久无法平静 我刚刚遇到姐姐时 他曾说他遭遇大劫 被人暗算 看来这次向他出手的定然是暗算他的人 他现在深入神界 没有自己的势力 就不都已经被仇人清洗一空 不知道会不会是他的仇人的对手 他隐隐升起担忧之心 暗道 可惜我现在还是太弱了 根本无法帮到姐姐 我要变强 变得更强更帅更聪明 有朝一日可以站在他的身边 与他并肩而战 江道友 你对这场大战有什么看法 朝天涯目光闪动 突然笑道 江南沉默片刻 展颜一笑 道 看法是有 我今后若是成为什么 干什么都好 只有一点 那就是万万不能投靠在都天神主麾下 否则每天给人洗碧 却也无趣得很 朝天涯呆了呆 他原本以为江南会说出什么大道理 没想到他居然来了这么一句 不过 他细细想一想 的确是这个道理 每次遇到大战之后 别人便来一句 都天神主 出来洗地啦 都天神主是何等身份 自然不会亲自洗地 他老人家了 呵呵的欣赏美轮美奂的舞姿 听着神女弹曲歌唱 不亦乐乎 但是他麾下的神魔却都是苦命的主人 打扫卫生 欣喜血迹实在是个苦差事 江南还很想亲眼见一见少天涯的师尊 能够传授给少天涯九转战体这等功法的人 一定非同小可 值得一见 不过可惜少天涯的师尊一直都在闭关之中 无缘一见 我师尊即将修成神明 此次闭关 便是为了突破到神明境界 少天涯笑道 江南恶然 难以置信道 尊师还没有成神 少天涯诧意道 我还是动天境 我师尊没有成神 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江南摇了摇头 他原本以为能够教导出少天涯这样出色的弟子 定然是一尊极为强大的神魔 没想到少天涯的师尊 居然还是以为子霄宫圆满境界的精神强者 我师尊也是前不久才修成天公四众 修为实力 已经达到妖皇那等子霄宫绝世强者的程度 少道友的师尊这么年轻 的确是有可能 不值得大惊小怪 突然 一个女子的声音从圣殿外转来 冷笑道 少天涯 你给我滚出来 少天涯脸色一沉 大步走出圣殿 江南也向殿外走去 尚未出殿 便嗅到一股清淡的花香味儿 待走出圣殿 只见一位妙龄女子站在殿外 笑脸寒霜 冷冰冰的眼眸从她和少天涯身上扫过 除了这位女子 还有六七位年轻高手 陪伴在这女子身边 冷笑着看着两人 公师姐 有何指教 少天涯眉目间不觉流露 露出一丝厌恶之色 颇为冷淡道 姓少的 你果然窝藏重犯 那妙龄女子名叫公倩倩 目光落在江南身上 冷笑道 这个小子 便是大闹大荒之人吧 连杀十四部落的守护神 胆大包天 我荒补圣城庇护大荒各大不足 对于这等人 只斩不饶 少天涯 窝藏重犯 你可知罪 少天涯淡淡道 公师姐 将到有失列山族的守护神 部落开战 我荒补圣城并不干涉 何来的重犯 公倩倩踏前一步 身后一重重天宫浮现出来 赫然是一位天宫三重的强者 冷冷地看着他 你敢顶撞我 不敢 我只是据理力争 少天涯倩深道 师姐 你不会不讲道理吧 道理 我的话便是道理 这小子真是一个外来人 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 公倩倩冷笑道 少天涯 你把人交出来 我既往不救 否则休怪我连你一起勤拿 少天涯动怒 强忍怒气 审声道 公师姐 将到有失我的友人 还请师姐给葛伯面 不给你又能如何 公倩倩冷笑一声 道 来人 把他们二人 都给我勤下 少天涯 我看看你是否敢动手反抗 反抗的话 便是背叛我圣诚 他身后那六七位年轻高手 立刻上前 每个人的气息都极为强大 身后天宫重重叠叠 都是天宫强者 天宫强者 哪怕是同等境界之间 也有强弱之分 比如元界的天宫强者 绝大多数人修炼的是天宫及经典 修为实力便要比修炼神明及经典的人 逊色许多 比修炼天神及经典的人逊色的更多 如果和修炼地级功法的人相比 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而公倩倩和这几个年轻高手 修炼的赫然都是神明 天神乃至真神级的经典 实力无比强大 如果放在元界 每个都堪比长教至尊级的强者 不过在江南看来 这些人要比洞天境的少天涯逊色良多 根本不会是他的对手 江道友 这女子背后有势力 不要抵抗 少天涯忍住怒气 任由那几人将他捆了起来 吩咐江南和身旁的老仆 道 立刻去通知我师尊 务必要请他出关 他话音未落 突然只听轰得一声俱响 一个刚刚靠近江南的圣城年轻高手 被江南一拳轰飞 少天涯按道一声糟糕 心中较苦不叠 第474章你爽不爽 你还敢还手 龚茜茜见到江南一拳便将一位圣城年轻高手轰飞 不怒烦喜 咯咯笑道 好的很 好的很 就怕你不动手 少天涯 这次你还有何话可说 就算你师尊出关 都免不了你的大罪 少天涯面色灰败 心道 这个龚茜茜虽然不是什么高手 但他却是父城主龚长青的女儿 龚长青位高权重 早就看我师尊不爽 是他为争夺父城主之位的劲敌 如今被他拿到了把柄来构陷我 只怕连我师尊都要糟糕 荒谷圣城虽然有葛城次 但实际上却类似门派圣帝 其中势力复杂 老城主不问世事 城中隐居的高手众多 其中不乏有极为强大的存在 不过这些存在也很少干预世俗事物 城中的事物都是交给父城主打理 父城主位高权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又是葛肥缺 掌控海量的资源 因此很是让人眼红 而少天涯的师尊姓洪明武 虽然还不是神明 但是实力却极为强大 普通的神明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是竞争父城主的有利人选 红武道人修炼九转战体 早年便久负盛名 虽然资质不高 不像少天涯那样妖孽 但他根基极为稳健 扎实无比 只要成为神明 便会一跃成为强横无比的存在 绝对可以威胁到龚长青的地位 很久以来 龚长青便一直在寻红武道人的晦气 只是红武此人性情沉稳无比 做事滴水不漏 一直没有被他抓住把柄 连带着 龚茜茜也在寻少天涯的晦气 少天涯一直小心翼翼 便是免得先他师尊于被动之中 在龚茜茜面前受了不少委屈 他虽然是天资横溢之人 但面对龚茜茜也不敢放任本心行事 逼了一肚子气也不敢向龚茜茜动手 免得让他师尊陷于被动 给我将他拿下 龚茜茜脸色转冷 吩咐及格盛长的年轻高手道 少天涯脸色为变 只见那及格盛长的年轻高手立刻身形抱起 向江南扑去 少道友 你在忍什么 江南对这几人视而不见 皱眉道你与我交手时 是何等的大气 是何等的神采飞扬 怎么现如今反道畏首畏尾 少天涯面色犹豫 道将道友 你不知道我的苦中苦中 那几人已经扑到江南身前 各种天宫之宝飞舞 轰然压下 突然 一件件天宫之宝轰在江南身上 只听一声钟响传来 光的一声 他体内无数道文浮现 化作一口欲天道中 诸多天宫之宝轰击在这口道中之上 只听咔嚓咔嚓的脆响不断传来 一件件天宫之宝赫然被欲天道中震的粉碎 正常的几位年轻高手被震的吐血 倒飞而去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苦中 但是我等修士追求的是什么 是低声下气 受人折辱不敢海嘴 不敢还手 还是忍入求全 低头做孙子 江南大步向宫欠欠走去 神采飞扬 朗声笑道 我等修士 实诚天地 天道无法左右 放任为侠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你经常这样压制自己的心性 我怕你将来会憋得心境修为大大降低 你需要放纵一把 畏守畏尾 你毕生很难有所成就 你的修为实力虽然超过我 但是在心境之上 你不如我 少道友 今天就让我来帮你磨练一次心境 你干什么 宫欠欠胆怯地看着他 眼神慌乱 声色俱力道 你不要乱来 我爹是圣城的副城主 他 江南一巴掌将他扇飞 打得这女子嘴角一血 别落尘埃之中 回头笑道 少道友 这一巴掌如果是你亲手打在他脸上 你心中会不会很爽 少天涯呆了呆 心中想到自己一巴掌将攻欠欠善飞的情形 不觉点头道 爽不过 他爹是父城主 你不知道 你心里已经有了畏惧 江南冷声道 畏惧 会成为你的心魔 比今天畏惧这女子 将来你还会畏惧其他人 畏惧会在你的心中越来越壮大 迟早成为你前进更高境界的阻碍 只有打破畏惧 才能让你心境放飞 心境无敌 现在 你听我的 打他 少天涯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只见弓欠欠秀发散乱 嘴角一血从地上爬起来 恶然道 打他 不错 江南声音中充满了蛊惑 大笑道 打了他 你才能放下心中的畏惧 打了他 才能让你受损的心境恢复圆满 现在 给我放下你心中的负担 放下一切 不用考虑任何后果 肆无忌惮地出手 他抱喝 阵笼发溃 道音滚滚 轰入少天涯的心灵之中 打他 弓欠欠刚刚爬起来 心中大恨 力声道 你们两个小鬼 你们等着 姑奶奶要让你们后悔出生在世上 他话音未落 突然只见少天涯抡起一个大巴掌 轰然善来 这一掌比江南刚才那一巴掌还要凶猛 还要霸道 少天涯的修为实力本来就在他之上 甚至比江南还要身后少许 这一次一巴掌轮来 仿佛要把自己从前受到的委屈 从前忍受的折辱 通通发泄出来 轰 弓欠欠被这一巴掌扇得在半空中 陀罗般旋转不休 连番带滚叠出圣城 不知道被他一巴掌扇到何处去了 糟了 少天涯猛然醒悟过来 额头顿时冒出细腻的冷汗 四周瞥了瞥 只见陪同龚欠欠一起前来问罪的几个圣城年轻高手呆呆地看着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让他心中一阵惶恐 又是一阵暗爽 江道友 这次你我闯了大祸了 少天涯跺脚 叫苦道 你有所不知 龚欠欠他爹是我荒谷圣城的副城主 全是熏天 一直在找我师尊的把柄 免得我师尊夺了他的城主之位 如今我打了他女儿 他还不来找我拼命 我师尊都会陷入被动 刚才那一巴掌 你爽不爽 江南笑问道 爽 少天涯老老实实道 的确很爽 不过道友 江南咬手 道 父城主既然担心你师尊夺他的位置 那么则说明他心中有忌惮 对你师尊有了畏惧之心 否则根本无需使出这种手段 李师尊占据主动 给他极大的压力 根本无需韬光养晦 也无需忍让唯唯诺诺 反而更要大放异彩 让人刮目相看 如此才是荒谷圣城的副城主 忍让求全 反而只会让人看不起 少天涯呆了呆 细细想了想 只觉大有道理 但又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却又说不上来 找不到反驳的地方 那那道 道友 我觉得你说的有些道理 但又觉得是歪理 仿佛是一头大魔神在我耳边窃窃思语 诱惑我堕落 江南哑然失笑 道 你看我像是大魔神吗 实不相瞒 我在我老家也是一教之主 人称玄天教主 虽然不敢说统治一个世界 但那个世界最低有一大半的领地姓江 对于权势之争 我并不陌生 你将我的话告诉尊师 他必然会深深赞同 突然 一个厚重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 审声道 玄天教主 我也觉得你说的大有道理 不过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人 恍惚间仿佛看到一尊大魔王 诱惑我堕落 江南回头看去 看到了一个四平八稳的中年男子 这个国字脸的中年男子正是 少天涯的师尊红武道人 他给人的感觉 仿佛就是一座人形的荒谷圣山鸭在那里 唯唯不动 任由风吹浪打 我自窥然不动 扎实 这种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无比的扎实 现在江南总算明白 为何少天涯明明给人的感觉是风雅风流 但偏偏忠厚可靠了 有这样的一位师尊 少天涯的天性被压下 而去学习洪武道人的扎实牢靠 所以才有这种矛盾的性情 洪道兄说笑了 江南笑道 道兄出关 莫非已经修成神明了 洪武道人点头 沈生道 我原本被困在紫霄天宫的境界上 迟迟未曾心境圆满 但是听到教主的一席话 突然间一翘通摆翘通 这才突破 心境圆满 修成神明 不过你的话虽然点拨了我 与我有大恩德 但是你的见解实在有些偏激 偏离正道 江南唯唯一笑 没有多做解释 他虽然是玄天圣宗的长教 但本来便是修炼魔道功法出身 魔玉玄胎经更是魔中之魔 再加上他的启蒙老师是妖邪逼人的江雪姐姐 让他魔性之中又有一些妖邪的气质 邪气凛然 不过 江南却没有丝毫的乐意 他的话虽然有些邪气魔气 但是他的心境修为却高深的可怕 整个玄冥元界 除了太皇和决战时的习应勤 心境修为在他之上 其他人则要逊色他十万八千里 他早已经是心境上的大宗师 完美无缺 而洪武道人等人的修为虽然胜过他良多 但是在心境修为之上却还是要比他逊色许多 师尊 我刚才打了弓倩倩 会不会给你惹来麻烦 少天牙忐忑不安 询问道 你爽不爽 洪武道人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问道 少天牙呆了呆 点头道 爽 这就够了 我的事我承担 你无需替我担心 洪武道人点头道 江道有点拨你的心境 你要记得这种感觉 但不可沉迷其中 否则便会被他诱惑堕落 陷入魔道 万劫不复 万般诱惑 我自固守本心 心中要有一座荒谷圣山 那就是你的良心 你的脊梁 不折不弯 不屈不挠 少天牙似物非物 江南却哭笑不得 心道 这师徒二人真的把我当成大魔王了 第四百七十五章 知行合一 天人一体 心中有一座不折不弯 不屈不挠的荒谷圣山 洪武道人的心境修为极高 不逊于我 江南对这个洪武道人十分佩服 心道 这种人 固执的可怕 心境无法动摇 如果认定一件事情 就会按部就班的走下去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和脚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洪武道人与太皇老祖有着相似之处 不过太皇老祖是算无一策 既有其不可动摇的坚持 又善于运用各种因素 保持自己的优势 而洪武道人却显得有些呆板 缺乏变通 这是性情上的限制 他有着自己的原则 但从此也可以看出 洪武道人在心境的修为上 要比太皇老祖逊色许多 心境修为 初始始练就到心 这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便是成就宗师 然后便是大宗师 但在大宗师之上 还有着更高的境界 江南如今已经踏在大宗师境界的巅峰 对于更高的心境也有着一些了解 心境修为的后面几个境界便是知行合一 天人一体 太皇老祖便是处在知行合一大圆满的心境上 事实上 江南从前所见过的诸多强者之中 心境修为能够超过太皇的寥寥无几 始终淡然如意的江雪姐姐算是一个 有条不问寻找解放自己其他肉身的黄山少年算是一个 勿得不舍天宫的习应情只能算是与太皇老祖齐平 至于其他人 比如大圣王 比如战天魔尊 汉诞妖尊 大赤天神主 在心境上虽然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但在心境的完美程度上都要比太皇老祖逊色一筹 江南也在领悟知行合一的心境 已经有所涉猎 但还未曾跨入这个心灵境界 公道兄 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剑 童武道人突然审声道 童武 你没有修成神明 便不是我的敌人 你既然成了神 那就是我的敌人了 另一个中年男子走来 这男子紫袍大场 显得尊贵异常 气度斐然 身躯一动 只见身后无边的星空之中 浮现出一尊天神的恐怖虚影 高级无穷 广阔无边 显露出极强的法力修为 他的天神虚影 比荒谷圣城还要庞大 圣城在他身后的天神虚影面前 仿佛就是一粒尘埃 这就是荒谷圣城的副城主 龚常青 虽然对洪武道人忌惮万分 但他能够成为副城主 统领圣城大小事物 掌管圣城大权 自然也是一位恐怖的强者 打我女儿 好大的胆子 龚常青目光如炬 向江南和少天涯扫去 江南只觉一股强大无比的神士次来 钻入自己的眉心 心念为动 眉心中他的神士立刻化作一口化仙玉瓶 龚常青的神士撞入玉瓶之中 顿时瓶中化仙神光炼的湮灭消散 没有半分动静 而少天涯也在同一时刻感觉到龚常青的神士入侵 他的神士修为比江南丝毫不弱 只是在神士神通上比江南缺少了一些际遇 但也非同小可 龚常青的神士冲入他的眉心 便立刻被一道九转天轮硬击碎 磨灭成灰 哼 两个小鬼道有些本事 龚常青脸色一沉 有些意外 他并没有痛下杀手 而是要给江南和少天涯一个教训 却没想到居然被两人轻易化解 当即转头看向红武道人 冷冰冰道 红武 你的弟子勾结外人 还造反作乱 打伤我的女儿 今天你需得给我一个交代 红武道人审声道 的确是要给道兄一个交代 天涯 你打伤了龚道兄之女 我将你逐出圣城 你可心服 少天涯呆了呆 龚身道 弟子心服 红武道人点头 向龚常青道 这个处置 龚道兄是否满意 龚常青面色阴沉下来 江少天涯主出圣城 这个处置不痛不痒 而且对红武大有好处 江少天涯赶出去之后 红武道人便没有了后顾之忧 可以放开手来 与他争夺副城主之位 不过 在名义上 红武道人已经处置了少天涯 连他也不好再挑事 毕竟 副城主还做不到一手遮天 在他之上还有老城主和诸多圣城的老怪物 让他无法肆无忌惮 那么这个外人呢 龚常青的目光落在江南身上 森然道 一个外人 在我圣城中肆无忌惮 连连打伤我圣城弟子 又扰乱我大荒 让我圣城名誉扫地 不杀他 天理难容 这位道友是我大荒一个小部落的守护神 那的小部落早已为他立了雕像供奉 岂是外人 红武道人唯唯一笑 道 他是我圣城的人 圣城的弟子之间切磋 有些伤亡也是在所难免 不过既然他伤了另女 我也处罚他 将他逐出圣城 公道有意下如何 龚常青目录寒光 红武道人明显是偏袒江南和少天涯二人 要保他二人的性命 甚至连江南浙的外来人也被安排上一个圣城弟子的身份 龚常青冷恒一声 转身离去 如今红武道人已经修成神明 有了可以与他平起平坐的本钱 在圣城之中 他也不敢过分放肆 红武道人目送他离开 转身回到圣殿之中 声音传来 江教主 天涯 你们走吧 吃尊 少天涯露出不舍之意 道 少道友 咱们走吧 江南审声道 尊师要尽下心来 毫无顾忌 与公常青争夺父成主之位 你留在此地 反而只会让他分心 少天涯也明白这个道理 点头道 我知道 道友 咱们去哪里 天下如此之大 何处不是荣身之地 江南笑道 我在出云城中有熟人 不如先去出云城看看 有熟人就好 少天涯精神一阵 笑道 我也好久没有去过出云城 出云城每天都有战斗 要比我圣城精彩许多 最近又将要举办一场决斗大赛 不少大势力和年轻高手都会出现在那里 不过 龚常青亚字必报 只怕咱们离开圣城 便会遭到他的袭杀 为他女儿报仇 那就看尊师有没有与他抗衡的实力了 江南眼中金光一闪 笑道 少天涯眼中也是金光四射 道 我好久不曾见过恩师出手了 走 他寄起楼船 两人登船向圣城外飞去 江道友 你的身躯太重了 少天涯埋怨的声音传来 对了 你不是刚刚进入我中天世界吗 怎么在出云城中还有熟人 难道是出身自你们那个世界的神明 到了那里你便知道了 江南笑道 我的那个友人 你见了一定会很开心 楼船飞出簇万里地 突然天象巨变 虚空中一张无比巨大的面孔浮现出来 赫然是龚常青背后的那尊天神虚影 他虽然还不是天神 但已经无限接近那个境界 体内无数道则化作天神虚影 拥有改天换地之威能 轰 他一手盖下 虚空崩塌 地水风火奔流 方圆簇万里西数在这一掌的笼罩之下 让江南与少天涯无处可逃 江南与少天涯依旧谈笑风生 对此不以为意 这时 虚空裂开 一道九转天轮转动 切开虚空 一只拳头从虚空深处轰出 堂堂正正 大气磅礴 与这只天神大手轰然碰撞 只听崩崩崩断裂的巨响不断传来 构见那尊天神虚影大手的诸多道则 纷纷被这一拳轰得粉碎 哼 同舞 让我看看你的九转战体到底有多大本钱 能够与我争锋 日要报星 那尊天神虚影冷恒一声 手掌随破随剧 双手猛然交错 随即张开 只见无数道则飞速凝聚 化作一颗巨大的星球 火力喷涌 神光闪耀 那尊天神虚影怀抱日要报星 轰然垂下 这等威势 识破天经 威力已经超出了神灵的攻击 达到天神才能拥有的战力 同舞道人的拳头继续轰来 猛然五指张开 三指竖起 化作一道古怪的掌印 迎上日要报星 荒谷印 他这一印轰出 仿佛轰出了荒谷圣山 隐隐可以看到他的三根指头如同古老的山体 群星缠绕 星河盘旋 星路飘浮在山腰 江南眼睛一亮 洪武道人将自己的心境与功法相容 心中有一座不折不弯不屈不挠的荒谷圣山 他的拳头也化作一座荒谷圣山 让他的实力暴增 虽然境界上不如功长轻 但是战力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就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能够让神明的实力最大限度地发挥 境界还在大宗师之上 同舞道人积累魂厚 心境修为极高 又经过江南武艺中的一番点拨 终于做到了知行合一 超越了大宗师 荒谷印与日要报星碰撞 日要报星直接破灭 烟消云散 下一刻荒谷印一掌盖在 龚长青的天神虚影之上 这尊天神虚影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无比伟岸的天神开始崩塌 醒客之间 便被一应摧毁 豪格九转战体 领叫了 去空中传来龚长青的声音 森然道 不过 你想夺我之位 还要看看你真正的手段 而不是隔空争锋 天空突然平静下来 白云鸟鸟楼船在白云上空 漫吞吞飞去 知行合一 我的知行合一在哪里 江南看到刚才的那一番交战 陷入沉思 我的知行合一 不是太皇的忘情 不是洗掌交的不舍 也不是洪武道人的不折不弯 不屈不挠 那么我的本心是什么 他隐隐感觉到 自己的心境修为走到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位置 前面已经没有了路 若是自己能够想通 便会开辟一条道路 若是想不通 自己的心境便会从此驻足不前 第476章强者云集 江南蒸蒸出神 回览自己自幼至今的经历 从他出生之后的懵懂 父母的养育之恩 儿时的纯真无瑕 读书试字 在父母膝下成欢 与兄弟姐妹玩耍 然后天地巨变 中土破灭 妖魔横行 家园破碎 新人惨死 自己在血破和尸体中间叠爬 沦落到其王府为母 偷学武艺 再到自己遇到江学姐姐 对自己辛苦教导 引领自己走入一个奇妙的世界 成为修士 然后便是加入圣宗 历经生死磨炼 一次次匪夷所思的经历 一次次九死一生的磨难 一场场大悲大喜 他从一个小修士成为圣宗之主 我的内心在想什么 是什么支撑我走下去 我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江南门星自问 是为了向回我家园的那两位天神复仇麻 是追寻江学姐姐的脚步 再次站到他的身边麻 是为了振兴圣宗 让圣宗发扬光大麻 这些都是支撑他前进的动力 但只是他追求的一部分 并非他的本心 他的本心 江学姐姐曾经一言道明 那就是野心欲望 能力越大 野心越大 欲望越强 野心越大 欲望越强 能力才会不断进步 没有野心 没有欲望 便会顾步自封 不会想着前进 远古时的人类 看着天空中的飞鸟 才会想着自己能够自由自在地翱翔 因此才会开创出一种种奇妙的神通 让自己能够翱翔天际 看到妖兽那强悍的体魄 以山填海 因此他们才会开辟出肉身法门 壮大自身 看到生老病死 才会想着要长生永兽 兽与天奇 欲望和野心 是支撑修饰文明 神通功法不断发展的动力 江南凝视自己的本心 从种种蒙蔽自己本心的杂念中 发现自己的内心本质 那就是欲望 野心 而要实现欲望和野心 则正应了摩玉玄胎经开篇的那句话 祖宗不足法 天道不足位 畏惧之心 是实现欲望和野心的最大阻碍 畏惧敌人 畏惧对手 畏惧困难 畏惧险阻 畏惧人情 畏惧人言 畏惧祖宗 畏惧天道 这世间有着太多太多的畏惧 无畏 江南突然低声道 知行合一 无畏无惧 这就是我的道路 知行合一 虽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想要做到还十分困难 江南虽然找到支撑自己的心境的根本 但是目前还是知行如一的境界 还不曾真正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真正的知行合一 便是像洪武道人那等人物 把心中的坚持 自己的道心 变成自己的神通 一道荒谷印 坦坦荡荡 人如荒谷圣山 印如荒谷圣山 习印情不舍亲友 不舍圣宗 不舍自己的欺人 在不舍中开创不舍天宫 太皇老祖忘情弃欲 杀其明智 断绝自己心中最后的牵挂和不舍 是万物为工具 开创玄都忘情天书 这都是知行合一的表现 现在 江南虽然领悟到那一点 但是要将自己的无畏化作神通 化作功法 化作自己的一举一动 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至于天人一体 那就是更高的境界了 天心即我心 天道即我道 这种心境旷古难寻 就算是神帝也未必能够达到这一境界 无畏无惧 无畏印 江南眉心之中 玄台惊人在许许演化一种奇妙的印法 他在试图开创 根据自己的知 演化自己的形 而知的外在表现便是无畏印 他想要开创的神通 想要把自己内心中的无畏 欲望和野心 通通在这一印之中展现出来 可想而知这是何等困难 无畏印只是知行合一的第一步 我开创出无畏印 才能算是与红武道人的心境齐平 但后面还有横掌的路要走 他的玄台在不断推演无畏印 而自己却在与少天涯交流 他对少天涯的九转战题很有兴趣 少天涯对他的玄台印和原胎印也同样很感兴趣 他们二人都不是固步自封之人 相互交流之下 彼此都大有收获 九转战题比杖六之身还要高明 肉身九转 法力九转 神势九转 强横无匹 再加上玄台印和原胎印提供15倍的气血 想一想都让人感觉到恐怖 不过 这三种功法却无法彻底相容 江南试验以下 他在同时催动玄台印和原胎印的情况下 只能让肉身两转 便已经达到极限 无法继续提升 而少天涯也动手实验 他在九转战题施展出来之后 也只能提升两三倍的气血 如果继续提升的话 肉身神魂和法力都会被气血撑爆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二人的实力也提升了倍于 彼此皆大欢喜 出云城距离大荒极为遥远 两人驾驭楼船飞行了20多天 这才来到这座圣城 而在此时 出云城的战奴大赛已经在进行之中 这座出云城比荒谷圣城丝毫不小 江南远远看去 觉得出云城要比荒谷圣城逊色了一些 虽然这座天空之城也极为壮观辽阔 手笔也是大的惊人 但是缺乏鲜血的洗礼 要知道 荒谷圣城屹立世间有千万年之久 历经五代神帝 更是参加过夺地之战 不知多少神魔葬身在这座圣城的碾压之下 神血渗入城墙街道之中 而出云城则是出云神尊炼之而成 出云神尊虽然也是极为强大 但是毕竟资历尚浅 也没有经历过那种惨烈的夺地之战 猫一声嘹亮的吼叫声传来 江南寻生看去 只见几头青山般雄壮的青牛 拉着一艘宝船徐徐驶入城中 突然又有彩云飞来 一个葛茂若天仙的女子驾驭彩云飘然而追 也落入城中 又有人驾驭远古神兽避戏 奔腾而来 这座圣城热闹非凡 来自中天各大圣地 世家的强者络绎不绝赶来 哨天涯催动楼船也降落到城中 随即收了楼船 向江南笑道 江道友 出云城从前要比现在还要热闹 那时天人通道还畅通无阻 甚至连神界的一些巨头也往往降临 出云神尊便出现不止一次 每一次出现都引起一场大轰动 江南点头 神尊是神界的巨头 巨无霸 这等人物已经是神话传说 出现在这里自然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快看 轩为仙子来了 突然 人群涌动 众人哗然 有人高声叫道 江南寻声看去 还未看到人影 便听到清脆的玉珠撞击声传来 又仰月耳 随即香气飘飘 云人躲躲 微风吹来 挤头角鹿蹄子踏踏踏踩在虚空之中 拉着一辆宝碾香车而来 香车驶动 朱连为晃 又有百十位容貌秀丽的少女捧剑香随 促勇香车来到城中 只是没有看到那轩为仙子的身影 一个光头大汉黑黑笑道 轩为仙子乃是天下角色 大美人也 若是能够睡他一睡 老子这辈子就算值了 轰 天空中突然出现数千剑法宝 钟顶楼塔书剑琴奇等等宝物 又有无促到神通 密密麻麻向那光头大喊轰去 声声将死人砸翻在地 几乎将他当场打死 敢侮辱我的仙子 如果不是在出云城中 老子早就干翻了你 不错 轩为仙子冰清玉洁 乃老那的梦中情人 容不得你有半点的亵渎 胎 那和尚 敢和平道抢梦中情人 吃我一专 江南恶然 只见城中的这些高人吵吵闹闹 乱作一团 疑惑道 少道友 这轩为仙子是什么人 少天涯笑道 轩为仙子姓提 是北墨提家的掌上明珠 北墨城也是一大圣地 不逊于我荒谷圣城 而这个提轩为虽然是个女子 但你却不要小屈了她 在年轻一辈中 她也是了不起的大高手 不逊于你我 江南心中一领 少天涯既然说不逊于她们 那就一定如此 一个女子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战力 的确非同小可 突然 又有铁链哗啦啦震动的声音传来 两尊赤足赤膊的巨人浑身缠满锁链 坑坑吃吃拉着一艘巨大的战舰从远处奔来 这两尊巨人赫然是长较至尊级的存在 肉身强横无匹 皮肤表面甚至可以看到诸多道文化作的纹理 分明是已经将到文链入血肉发肤之中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即便是玄冥元界的一些掌教至尊都未必能够办到 而这样两位大高手 竟然心甘情愿做别人的欠夫 给人拉船 两尊巨人将船拉入出云城中 一位年轻男子轻飘飘下船 他刚刚走下船头 众人顿时只觉无边的杀气传来 仿佛来到神魔战场 百万神魔师傅遍野 无数神师浮动 好大的杀气 江南眯了眯眼睛 少天涯低声道 血神楼的无道公子 自然杀气重得很 突然 又有漫天佛光传来 佛音浩荡 只见半空中出现一尊尊金色大佛 大佛之中 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僧人走来 沐浴圣光走入城中 那是浮光寺的小圣僧 谭智圣僧 也是一个高手 少天涯笑道 这些家伙 高调得很 只怕这一次他们也要亲自下场出手 验证自己的实力 道友 咱们去观战台看看 江南点头 两人来到观战台 此地的观战台也与众不同 却是一个葛秘境 秘境中云雾缭绕 看不清里面的人究竟是谁 只要有钱 包下一个秘境便可以观战 而在下方 则是一面巨大的金盘 盘中铺着一层细细的金沙 那金沙也不是凡物 此刻一颗颗金沙被人催动 化作星球般大小 其中一颗金沙之上正有战奴在决斗 其中一人 赫然是个横向生长胖的可怕的道人 第477章三缺道人的悲惨遭遇 江道友 快看那个小胖子 扫天涯眼睛一亮 笑道 这家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悲惨的高手 被人捆在一艘小船上漂流到我中天 然后又被出云城的强者捉住当成战奴打泪 没想到他居然能够在战奴大赛中活到现在 乐得 真是乐得 对了 江道友 你不是说你在出云城中有熟人麻 江他请出来 咱们边看边谈 已经出来了 江南向场中正在拼命的胖道人掳掳嘴 笑道 就在下面 少天涯呆呆地看着下方一颗金沙所画的星球中 那个胖道人正在与一位探塔族强者生死搏杀 那探塔族强者也是一名战奴 厉害无比 哪一个是你的熟人 少天涯师生道 就是那个小胖子 江南兴兴道 少天涯茫然道 你的熟人 不是出云城的强者麻 我可从没有这样说过 探塔族是中天世界中的一个极为强大的战斗种族 这个种族的族人 体内天生便含有罕见的探塔神经 而且随着修为越高 体内的探塔神经浓度便越高 修炼到神明境界 肉身便会彻底化作一整块探塔神经 坚硬无匹 再服以道则 简直就是人形法宝 厉害无比 而且 探塔神经的延展性极强 以至于探塔族强者很难被杀死 就算把他们砸成铁饼 他们也可以迅速复原 是极为难缠的对手 而下方正在与三缺道人一决生死的探塔族强者 乃是一位天宫三重强者 江南看了一眼 心中一惊 此人的实力极强 即便他与少天涯想要胜过此人 都实属不易 他的双手和头颅已经炼成探塔神经 一惊出手 便几乎是半个神明之宝之威 而且他的双手千变万化 十二画作探塔大锤 十二画作探塔大盾 十二画作一把长枪 一把利剑 变化无穷 让人防不胜防 然而 这样的强者在三缺道人面前却只能吃憋 那胖道人坐在那里 纹丝不动 尖头一晃 身上便有一百多件天宫之宝秘密麻麻 向这位探塔族的强者轰去 刀枪剑及辅月勾差 法宝之多 令人法指 在这面金盘上空的诸多秘境之中 是来自中天各地的强者 甚至不乏有神魔级的人物 纷纷将秘境开启一扇天窗 观看下方的战奴决战 金盘中的战斗并不止有一场 诸多金沙浮空 化作一个葛星球 还有其他各大势力的战奴在拼命厮杀 时不时有人惨死 而在诸多秘境之间 有许多身材曼妙温模 衣着曝露的女子飞来飞去 询问是否下注 不少秘境中的高手纷纷下注 三缺道兄也修炼到了洞天境 江南看了一眼 眼皮直跳 这三缺道人身上的法宝实在数不生数 多得可怕 战斗到现在居然没有重样的法宝 显然是打算用法宝之海战术 堆死这位探塔族强者 果然又是这种无耻战术 少天涯笑道 我上次来时 这胖道人便是用这种战术 生生把一尊长教至尊级的强者活活泪死 这才是他的可怕之处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朗生笑道 少道友 以你的修为 能够驾驭几件天宫之宝 这道人催动如此之多的法宝 需要的法力无比惊人 而他却始终能够催动诸多法宝 一出手便是上百件天宫之宝 可见 这胖道人的真实实力 至今还未完全展露出来 江南和哨天涯寻生看去 只见一位年轻公子走来 此人见眉心眸 阴气逼人 江南闭上眼睛用心去看 恍惚间仿佛看到一杆大枪毅立在诸多的法宝之中 那些法宝不断交明碰撞 淬炼这杆大枪 待睁开眼睛看时 所有的法宝和大枪通通消失不见 又是一位年轻高手 江南常常吸了口气 眼中金光一闪而逝 在玄冥元界 根本不曾有如此之多的年轻高手 只有一个静东流还能勉强算是他的对手 但是即便是静东流 比起他今日所见的年轻强者来说 也要逊色远矣 中天世界 不愧是十大世界之首 上常神界 这里的年轻高手天才横溢 人数之多 比应龙大世界还要胜出一筹 不知道其他几大世界 又是什么情形 诸天万界 就大世界居于外围 而中天世界位于中央 因为通达神界 所以天才辈出 历代神帝都曾在此地留下足迹 有些还留下了传承和血脉 更有数不清的神尊 神主真神 天神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有了如此庞大的底蕴 才能够诞生如此之多的天才和精英 少天涯见到那人 心中一喜 起身走出小秘境 笑道江道有 这位兄台是出云城的欧隋敬 很适了得 乃是出云城年轻一辈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强者 也是九富盛名的年轻高手 欧隋敬看向江南 心中一惊 江南能够感应到他的气息 如同万宝炼枪 而他也能感应到江南的气息 在他看来 江南宛如处在无边的魔狱之中 四处都是喷涌的地水烽火 混乱不堪 一尊尊天神 魔神 妖神出现在魔狱之中 其其向中央叩拜 膜拜 念经诵法 赞颂神力伟大 而江南则坐在群神群魔群妖的中央 如同一尊神王 神帝 接受这些神魔的膜拜 但是他张开双眼看时 江南却如同一个年轻书生 眉轻目秀 丝毫没有那种群神叩拜的霸主气息 外缘内方 内心争容 不拜神魔 神魔反要向他叩拜 此人的野心无穷 心中藏着大魔王 大神王 乌隋敬心中暗道 而少天涯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 他是花开四季 风流倜傥 让人如暮春风 但是他也有刚烈手段 九转战体的美誉 并非浪的虚名 隋敬公子 这位是我的好友江南江子川 少天涯笑道 人称玄天教主 并不逊于你我 玄天教主 好大的气魄 乌隋敬心中暗道 见过隋敬道友 江南见礼 温文尔雅 指向下方正在进行的大战 笑道 隋敬道友 小弟有个不情之请 不知你那个战奴卖不卖 我想将他买下 乌隋敬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只见他指向的正是三缺道人 摇头道 江道友想买下此人 只怕要失望了 这个胖道人 是我隋真堂兄亲自率领圣城强者 才将他请拿 是隋真堂兄的战奴 不归我管 乌隋真 江南神情为动 道 可否请隋敬道友引荐一下 乌隋敬摇头道 不是我不与道友引荐 而是世家大法 总有许多卧错 我与隋真堂兄的关系不睦 与他都想竞争下一任成主之位 有了我的引荐 他反而更不会将那胖道人卖给你 而且 这个胖道人屡战屡胜 帮隋真堂兄赚了不知多少钱财 如果你真的要买这个胖子 只怕花费的钱财数量极为庞大 得不偿失 江南神声道 这胖道人是我的固友 我岂能看他受入 三人正在说话 下方的战斗已经结束 三缺道人用无数法宝 声声将探塔族的强者砸碎 大获全胜 突然 一道金光镜子冲入战场之中 化作一条游龙 刷的一声便将三缺道人捆得接接实实 让他无法动弹 悬挂在半空之中 接着一尊红发大汉首提长边冲入战场之中 一边接着一边向三缺道人劈头盖脸抽下 冷冷道 小胖子 我家隋真公子说了 你虽然得胜 但出弓不出力 该打 啪啪啪 一边边抽下 打得三缺道人脸上身上都是血迹 那道人吃痛 却一言不发 那红发大汉抽了三百边 冷笑道 下一站还是你出场 随真公子说 你若是不使出全力 还是用猥琐手段取胜 便继续抽 把你活活抽死 三缺道人脸色为变 默默运转玄弓 修复身体损伤 小眼睛中胸光四射 江南心中也不由动目 目光看去 只见那红发大汉飞起 落入一个秘境之中 那座秘境宴席如同流水一般 铺满山针海味 还有数十位角色女子宰歌宰舞 又有几位年轻高手坐在酒席之上观战 坐在守卫之上的那位亲手公子连连向众人劝酒 血神楼的无道公子和佛光城的谭志圣僧也在其中 还有几位不知来历的公子贵胄 应该其他圣城圣地的年轻高手 江南目光扫去 顿时引起这些高手的感应 纷纷向这边看来 原来是隋静那小子 乌隋真眼中金光一闪 隋即隐没 冷恒一声 隋真道兄 你的这个堂弟在拉邦结派 看来是一心想要与你作对 争夺这下任城主之位了 却神楼无道公子淡淡道 他旁边那人 便是荒谷盛城的少天涯 也是一个了的人物 乌隋真冷笑一声 道无法 不道公子 你不想也下去玩玩麻 不道公子摇头 没有值得出手的人物 唯有你的战奴让我有出手的欲望 至于其他战场的都是猫猫狗狗 不堪一击 你若是舍得让你的战奴丧命 我倒很想出手 这个胖子是我的生财之宝 我可舍不得让他死在你的手上 乌隋真哈哈一笑 道 无道公子面无表情 是以身边的两尊赤足赤伯的巨人道 你们下去 伯格踩头 两尊巨人走出秘境 飞身来到金盘之中 各自降落到一颗金沙所化的星球之上 立刻有其他秘境中的强者派来高手应战 不过这两尊赤伯巨人已经将到闻链入血肉之中 强横无匹 两三招之间便将对手生死 大获全胜 乌隋敬 你可敢与我战奴一战 无道公子的声音突然传来 此言一出 顿时数千道目光从各个小秘境之中落在江南等人身上 第478章你下来 单挑 用战奴向我挑战 乌隋敬心中动怒 很明显 血神楼的无道公子要击他出来应战 如果他答应与战奴决战 便是自降身份 即便胜了也脸上无光 若是败了 自然是身败名裂 甚至还会惨死在场中 乌隋敬 你不敢应战马 无道公子目光落在乌隋敬身上 锐利如剑 既然是对赌 不如我给你天点彩头 他心念为动 一面木牌飞出 漂浮在战场之上 轻声道 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神木令 乃是当年纵横天下的神木圣君所炼 是开启神木圣君洞府的三把密钥之一 及其三把密钥 便可以开启圣君洞府 乌隋敬 你若是胜过我这两个战奴 神木令便是你的 神木令 将难立刻感应到金盘战场的上空 一个葛秘境中传来强大的神势波动 无数高手在一瞬间各自释放神势 向那面神木令扫去 这些高手的神势强横无匹 在半空中冲撞 掀起一股股骇人的龙卷风 甚至有的强者赫然是神明 神势无比恐怖 搅动的空间都隐隐有些不稳的迹象 果然是神木令 这等宝物 无道公子居然也舍得拿出来 神木圣君的洞府已经有数百万年未曾有人开启过 里面的宝物无穷 不曾想神木令也出事了 估计是这座洞府到了开启之日 不说神木圣君的洞府 单单这件神木令也是一件了不起的法宝 唯能不会比神明之宝逊色 乌随敬 神木令在此 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来取了 无道公子淡然道 不过 在赌之前 还请阁下拿出对等的彩头出来 乌随敬脸色铁青 江南疑惑道 这神木令很贵重吗 何止贵重 少天涯低声道 江道有 你有所不知 这神木圣君乃是几百万年前的神主 虽然是神主 但他的实力却比神尊也不逊色 他留下的洞府每个千年 便会从虚空中出现人间 但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进入其中 千年前 这座洞府再次出现 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甚至连几位神明 天神都被惊动 结果连洞府大门都没有进去 反而死伤惨重 那一战 出云成主 就是随敬公子的复兴 一代天神级的强者 也遭到重创 至今伤势也未能痊愈 圣君洞府的禁制重重 我爹强闯圣君洞府遭到禁制反击 被一道神木道则镇压在子府上空 神木根须缠绕子府 让他至今也未能将这种道则除去 修为实力都大大受损 乌随敬脸色恢复如常 神圣道 我爹原本也是天才横溢之人 甚至有希望问鼎神主 但是自从遭到那次重创 修为不尽反退 如今地位隐隐有些不保 长老甚至提议将我爹罢处 无道公子知道我爹的处境 因此拿出神木令 便是知道我一定不会拒绝 逼我下场 比神尊业丝毫不弱的神主 江南目光不由热切起来 看向神木令 乌随近翻手取出另一件宝物 镜子飞出 飘飘悠悠向神木令飞去 沈圣道 好 无道公子 我和你赌了 江南定睛看去 只见这件法宝 却是一盏青灯 喇叭口托着一个小小的玉碟 玉碟中剩着青油 灯芯点燃 散发悠悠的光芒 乌随近朗声道 这盏明灯也是一件神明之宝 名叫圣火灯 是一位佛门的佛陀用来照亮明土 镇压邪魔的一宝 乌随真突然扑持一笑 道 随近老弟 你拿出的这件宝物 比起神木令只怕有些不够看吧 乌随近咬了咬牙 突然取出另一件宝物 却是一座七宝连台 上面挂着浮尘 玉珠金刚柱 设立子 弓箭等六件法宝 连同连台一起共有七宝 也与神木令放在一起 冷声道 这七宝连台同样是出自那尊佛陀的作画之地 明土之中 现在足够了吧 金坛上空 无数稀奇的声音传来 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七宝连台的强大之处 这七宝连台上的七宝 乃是一套 各有妙用 每一件法宝都是佛陀炼制的神明之宝 威力极为强大 而且七件法宝又是一套 株连闭合之下 威力更是无比惊人 台势不够 无道公子淡淡道 神木令是观神木圣君的洞府 区区八件神明之宝 只怕还比不上神木令 无道公子 小僧看来 只怕已经够了 佛光成的弹智圣僧眼睛闪闪发光 突然开口道 这座连台并非叫七宝连台 而是叫做八宝连台 其中另有玄机 随敬施主 小僧冒犯一下 他突然伸手一指 只见无数道文涌出 注入圣火灯之中 圣火灯飞起 落在七宝连台之上 顿时灯焰暴涨 刷得一身扶空三万丈之高 灯焰热浪逼人 其中端坐着一尊火焰佛陀 三头六臂 脚踩连台 伸手将连台上挂着的六宝抓在手中 这尊火焰佛陀如同一尊真正的神明 气息滔天 恐怖无比 果然是八宝连台 弹智圣僧双手和神 叹了口气 道 圣火佛陀将自己炼入圣火灯内 大慈大悲 舍身取义 镇压魔头 真是一代圣僧 众人看得眼睛放光 八宝合一 便相当于圣火佛陀复活过来 成为自己的战力 这套法宝的威力的确大的惊人 价值丝毫不逊于神木令 要知道 催动神明之宝需要极强的法力支撑 但这套法宝最为出色的一点便是无需多么强大的修为便可以召唤圣火佛陀 八宝合一演化圣火佛陀 便相当于自己多出一尊神明及强者的实力 对于天神这个档次的强者来说 八宝连台的价值远不如神木令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天神之下的强者来说 八宝连台都是当时最为难得的宝物 即便是隐藏在一些秘境中的神明 魔神 此刻都目光无比热切 盯着这两件法宝 不愧是出身出云城和血神楼的杰出英才 连这等宝物都能拿得出来 比我们还要富有 江南也露出金融 在玄冥园界想要得到一件神明之宝都可谓是千辛万苦 但在中天世界 一次对赌居然一口气出现九件神明之宝 不愧是中天世界 天地是宝 他心中暗道 无道公子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向欧随真低声道 欧随尽忠记了 我那两个战奴都是神魔遗族 练救神魔之体 平日里他们二人将修为封印 破解封印之后 虽然不如你我也逊色不多 我若是不动用血神剑 也休想轻易间降伏他们 此次欧随尽与我对赌 拿出他最为贵重的法宝 实力势必大损 必然会被我两个战奴撕碎 欧随真和谭至圣僧等人脸色为变 心中暗道一声利害 无道公子用两个战奴向欧随真挑战 他们原来还觉得他有些莽撞 现在才知道此人的心机深沉的可怕 欧随尽把自己最为强大的法宝拿出来对赌 无形之中实力便降低大半 再加上两大战奴隐藏实力 分明是吃定了欧随尽 只要欧随尽应战 便是死路一条 随真道有 我为你铲除强敌 你怎么谢我 无道公子似笑非笑道 欧随真哈哈大笑道 我若是成为下任城主 我出云城的地盘 便是血神楼的地盘 无道公子微微点头 很是满意 突然抱贺道 破魔解封 下方金盘中 那两个神魔遗族巨人文言 其其幕后一声 气血冲天而起 两颗金色星球中顿时生起两道无比粗大的血柱 如同汪洋大海般 哗啦哗啦 两个巨人的气血澎湃 如同大浪拍挤海岸 惊人至极 他们二人原来的实力不过相当于掌教至尊级强者 而现在修为虽然依旧是天宫三重境界 但实力却一下则暴增醋背 隋敬老弟 还请下来一战罢 乌隋真不无得意道 乌隋敬脸色巨变 常常吸了口气 便要起身下去 少天涯面色一尘 伸手拦下 摇头道 隋敬公子 你最为强大的法宝已经用来对赌 你已然输了 不必下去送死 乌隋敬战意熊熊 审声道 这样败在他人手中 我不甘心 就算是死 我也要一战 江南突然道 隋敬公子 不知这场对决 能否让他人待战 乌隋敬摇头道 我出云城 有我出云城的规矩 既然我已经与吴道公子对赌 那我便只能下场 别人无法代劳 你的战奴可以替代你出场 这可不算违反规矩 少天涯眼睛一亮 笑道 不如这一场 让我来吧 还是我来吧 江南震了震衣衫 微笑道 少道友毕竟是荒谷盛成的人 大家都认得你 知道你不是战奴 而我却是新人 只要隋敬公子说我是他的战奴 谁还能怀疑不成 乌隋敬迟疑一下 急忙阻拦 江道友 我的事 不用你以身犯险 那下面两个战奴 厉害得很 即便是我也轻易拿不下他们 无法 让他去 少天涯笑道 这家伙厉害得很 上次我与他对了一道神通 差点没有被他把骨头打折了 乌隋敬呆了呆 难以置信地看着江南 少天涯的战力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九转战体是何等惊人 虽然少天涯有些捧江南的意思 但也说明江南的实力只怕非同小可 隋敬老弟 你不敢出战 派人前来送死麻 乌隋敬看到出战的是江南 脸色一沉 冷横道 乌隋敬冷笑道 战奴出战 不算违反规矩 有何不可 乌道公子冷横一声 目光落在江南脸上 仿佛要将他看透 突然森然道 天奴地奴 给我撕了他 金盘上两颗硕大的金沙 所画的星球之上 两尊战奴巨人仰天咆哮 身形如电 其奇象从高空坠下的江南飞扑而去 江南的气血陡然爆发 一拳轰出 拳头结印 化作圆胎硬 只听一声沉闷的心跳声猛然震动虚空 咚得一声巨响 他的气血一下则翻腾十倍 随即又是一道悬胎硬使出 戏血再次翻腾五倍之多 下一刻 他一步迈出 肉身陡然膨胀 随即疯狂缩小 九转战体 一转 他第二步迈出 肉身再次疯狂膨胀缩小 九转战体第二转 待到他第三步迈出时 肉身再次疯狂膨胀 比两大战奴的体魄丝毫不逊 与天奴狠狠碰撞在一起 轰 无数碎骨和血肉翻飞 四下飞溅 天奴被他一拳生生打得四分五裂 江南放声大吼 从翻飞的碎骨和血肉之中走出 迎面抓住地奴的双拳 生生一丝 将地奴生生撕成两片 到处都是翻飞的血肉和碎骨 两大战奴的鲜血如海 江南站在血海之中 抬头仰望 看向秘境中的欧随真 伸手一指 轻声道 你下来 单挑 第479章一招击败 却神楼无道公子的两大战奴 都不是弱者 竟然被此人一拳轰碎 双手撕开 金盘上空的诸多秘境中 无数神石波动 即便是隐藏在秘境中的诸多神魔巨头 此刻也忍不住变色 一个个神石碰撞 交流看法 此人还是神府八镜中玄都镜的修为 便拥有如此惊人的战力 他是九转战体还是宝体 神体 或者是仙体 一尊神明眉心中的第三只眼睁开 注视江南 审声道 宝体没有如此强大 应该不是宝体 而仙体已经有数十万年没有出现在时间了 那种体质惊人 乃是仙人的血脉 叶体仙光 此人自然不可能是仙体 他刚才使出一半的九转战体 但与真正的九转战体又有着不同 并未将九转战体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多半是一尊神体 不远处的秘境中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摞着胡须道 神体也是非同小可 当今的神帝便是神体出身 肉身强大无匹 镇压当事 这下热闹了 出云城的战奴战场 居然一下子出现了两个神体 一个是欧随真的战奴 那个小胖子 另一个是欧随靖的战奴 这哥俩要都给你死我活了 在我看来 那个小胖子的确是欧随真的战奴 而这个少年却未必是欧随靖的战奴 而是他的友人 冒充战奴替欧随靖出头出气 诸多神是在上空波动 这些观战的强者之中不乏有神魔巨头 自然眼光老辣 一眼便看出江南并非是欧随靖的战奴 而是欧随靖的朋友 只是他说自己是欧随靖的战奴 别人虽然明知不是也没有什么办法 当今世上 共有三种强大的先天体质 一是宝体 二是神体 三是仙体 每一种体质都非同小可 宝体是蕴藏着极大能量的神魔之体 比如欧随靖欧随真兄弟二人和武道公子都是宝体 体内流淌着极为浓郁的神魔血脉 神体则是另一种极为特殊的体质 这种体质天生强大 一出生便天降祥瑞之气 神韵内藏 拥有别人难以想象的优势 修炼速度极快 不逊于神明转世身 而且根基无比扎实 神通天成 他们的肉身 甚至比同等级的法宝还要强横 每一尊神体如果能够成长起来 都是纵横仪式的巨头霸主 至于仙体 那就更加含有了 只有仙人的后代才有可能拥有这等体质 自古以来 仙体出现的次数都不多 但是只要一出现 便震惊当事 甚至传闻中有几位神帝都式仙体 除了这三大体质之外 还有几种后天体质 比如少天涯的九转战体和弹至圣僧的圣光佛体 都是两种后天体质 后天修炼而成 但也极尽强大之能 比宝体 神体也不逊色 这次出云城中 出现两位神体 可见引起多大的轰动 三缺道人刚刚出现在中天世界时 便有人用尽神的法宝轰击这个小胖子 居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痕 当时便有人怀疑他是神体 后来这个胖子被出云城中的强者捉到 咽血之下 才发现他的确是真正的神体 出云城中的强者甚至提议练出他体内的神韵 打入自己族人的体内 不过除了神尊出手 谁也没有把握能够提炼出三缺道人神体的神韵 这才作罢 而经江南横空出世 击杀两大战奴 可以与三缺道人出现时众人法宝乱轰的情形媲美 不过他们却想得差了 江南并非是所谓的神体 而是他的根基雄厚 用万灵练宝节阵锤炼肉身促年之久 道文都已经炼入身体最为细小的粒子之中 骨骼之中甚至打入先天神魔的纹理 而且更将一小瓶的鸿蒙紫气炼入体内 这才造就他强大的肉身 不逊于神体 乌隋静也是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久久说不出话来 刚才少天涯说与江南对了一招 几乎手臂都被打断 他原本还有些不幸 但现在却深深地信了 一拳一丝 便干掉两大高手 而这两尊战奴 连他应付起来都十分辛苦 在没有法宝的情况下 他甚至打算拼死一搏 但这两大高手 在江南面前简直如同纸扎的一般 举手便破 少兄 你从哪里请来的这等猛人 乌隋静兴奋道 这位玄天教主的实力 还在我之上 少天涯笑道 他不是中天世界的人 而是来自其他世界 具体是哪个世界连我也不知 不过江道有的见识 却远在我们之上 他指点我师尊一席话 连我师尊都突破 修成神明 乌隋静亥然 乌隋真 你不敢应战麻 江南一昧翻飞 抬头仰望 沈胜道 和我单挑 乌隋真勃然大怒 宝座扶手被他捏得啪啪爆碎 眼中喷火 死死地盯着处在金盘之中的江南 如今 他也终于尝到被战奴挑战是什么滋味了 那种屈辱感是他这个身份地位的人所无法接受的 不过江南刚才的那两极的确让他忌惮万分 天奴必奴的战力极为强大惊人 甚至连无道公子都说不使出血神剑也修想轻易间降服他们 但是就是这样两位强横至极的存在 居然被江南三不奔袭 一招一个解决掉 这等战力 即便是他自问也无法办到 我也有神明之宝在身 不过这小子急杀两大战奴 都是赤手空拳 没有动用任何法宝 难保他也有神明之宝 乌隋真脸色殷勤不定 他对上江南 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君子不立为强之下 他生性谨慎 不会像乌隋敬那样冒险 另一具神体 无道公子眼中陡然射出两道金光 杀气冲天 兴奋难耐 好想杀了他 神体之威 我也早就想领教了 他豁然起身 正要带欧隋真出战 突然欧隋敬的声音传来 淡淡道 无道公子 你想出战的话 需得拿出点踩头吧 不知这次你要赌什么 无道公子呆了呆 脸色一沉 他见烈欣喜 看到江南的战力惊人 动了争强都很知心 却忘记自己的神木 令此刻已经赌输 落到欧隋敬之手 乌隋真朗声笑道 听闻无道公子的血神剑是一剑一宝 乃是血神楼主斩杀百十尊神魔 以神魔之血炼制而成 无道公子便是依仗这把血神剑来淬炼你的宝体 炼成血神师海大剑气 你若是赌上这把血神剑 我便用神木令来与你对赌 你敢不敢 无道公子咬牙泻齿 突然冷恒一声做了下来 他自然不肯拿出血神剑来对赌 血神剑是他战胜江南的依仗 如果没有了血神剑 他也自认为只怕难以体力江南 交出血神剑就是送死 他自然不愿意 原来无道公子也会怕了 乌随静哈哈大笑 无道公子脸色长红 却强行按耐下怒气 不被他激将 乌随静正欲乘胜追击 继续狠狠打击他的信心 突然江南的神势波动传入他的脑海 心中围动 当即笑道 随真堂兄 你若是把你的那个胖道人做赌注 咱们这一次赌注还可以进行下去 你若是输了 便将那胖道人交给我 而我若是输了 神木令归你 乌随睁眼中金光爆射 突然哈哈大笑 森然道 好 不过这一次不是我亲自下场 而是让我的战奴带我出战 近日便让我们欣赏一下 两大神体的碰撞 他豁然起身 居高临下俯视战场 看向其中一颗金沙所画的星球上的三缺道人 冷声道 小胖子 我今日给你一个自由的机会 只要你杀了那小子 从今以后你便是自由之身 这一战 你务必要使出全力 三缺道人胖嘟嘟的脸蛋露出一丝笑意 仰头笑道 此言当真 乌随真面色冷峻 沈圣道 今日当着这么多道友的面 我自然不会食言 不过 你若是不使出全力 故意落败 便依旧是战奴 只是换个主人而已 哈哈哈哈 三缺道人突然放声大笑 体内一股难以想象的能量爆发出来 震的金盘中 诸多金沙所画的星球不断战斗 神体的威能彻底绽放 毫无保留 众人脸色为变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横向生长的死胖子是难得一见的神体 但是大多促人都不曾见过他使出全力 只有欧随真是亲自带领出云城的诸多高手亲自去捕捉三缺道人 曾经见过他施展神体 那副情形是何等恐怖 他今日依旧记忆有心 当时 出云城的百十位天宫高手几乎都被三缺道人一招击杀 最终还是出云城的神明亲自出手 才将此人请拿 而今 这胖子终于再次施展出神体 三缺道人依旧是三缺道人 但是此刻他给人的感觉却与从前有着截然不同的气息 他站在那里 便如同一个横骨永存的大红炉 焚化一切 烧尽一切 炼化一切的大红炉 天地灵气精细蜂涌而来 涌入他的肉身之中 在他体内化作一道道刺眼的神光 神光从他体内喷涌 虚空被神光扫过 开始向他体内塌陷 这种威势 实在惊人至极 比江南运转九转战体及杀两大战奴石爆发的气息还要恐怖 这是什么神体 众人失声道 他们话音未落 三缺道人已然向江南扑去 下一刻他便飞越一颗金沙所化的星球 所过之处 虚空轰轰轰隆崩塌 惊人至极 卡巴 卡巴 江南身躯斗变 化作四头四臂的赤炎魔神 臭小子 三缺道人露出金融 突然感觉到一股神念波动冲入自己的脑海之中 心中一喜 加快速度向江南冲去 无穷神光喷涌 下一刻 这胖道人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倒飞而出 轰得一声撞在一颗星球上 手足抽搐 口吐白沫 倒地不起 不愧是神体 好厉害 江南手扶胸口 嘴角溢出一丝血迹 发生了什么事 乌随真一脸茫然道 我什么都没看到 怎么就结束了 第四百八十章道德楷模 与乌随真一样茫然的人数不胜促 刚才江南与三缺道人碰撞的一瞬间 神光喷涌 光芒刺眼 根本没有多少人的目光穿透神光 看到两人交手的那一幕 他们只来得及看到两人刚刚接触 刚才气焰滔天的胖道人便镜子飞起 重伤倒地 不断抽搐 而江南显然也在碰撞的一煞遭到重创 嘴边一血 但伤势远比胖道人轻了许多 太快了吧 有人皱眉道 同样是神体 差距不可能这么大吧 不错 刚才那胖道人展现神体的时候是何等惊天动地 怎么可能会如此不济 除非 那个少年的神体更强 难道他真的是仙体 可是他身上怎么没有鲜光溢出 众人猜测纷纷 只是刚才从三缺道人体内传出的神光实在浓烈 即便是在场的神魔也看得不是很分明 只看到三缺道人飞扑上去 江南手一抬着道人便倒飞而去 只见那受伤极重的三缺道人缓缓停止抽搐 显然是强行镇压下伤势 挣扎着爬起来晃晃悠悠向江南走去 惨笑道 你的确很强 不过为了自由 这一战我一定要赢 不要勉强了 江南冷冷地看着他走近 眼中露出怜悯之色 背负双手道 你已经中了我的一记大五行灭绝大神通 这种神通 灭绝五行 只要没有跳出五行 还在天道范畴之中 都得死 你现在镇压伤势 却还来得及 强行打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大五行灭绝大神通 在场诸多强者心中凛然 任何人 只要未曾跳出万界 便还在五行的范畴之中 岂不是说都要被他这种大神通克制 果然 只有这等厉害的神通 才能克制神体 那小胖子虽然是神体 但败得不冤 三缺道人咬牙 继续亮亮腔腔向他走去 历声道 不自由 无宁死 江南叹了口气 伸手一扶 扫过这胖道人的头颅 只见这胖道人晃了晃 身躯扑倒在地 昏死过去 忠烈之辈 令人佩服 江南屈指轻弹 一缕指风钻入胖道人体内 让这道人悠悠转醒 叹息道 你生来本是自由之身 奈何被邪魔所情 以至于受此奇耻大辱 被人当成玩偶 战奴 你已经败了 根据赌约 从现在请你便是我的战奴 我敬佩你向往自由之心 今日便给你自由 从此之后 你便是自由之身 我自由了 三缺道人呆了呆 喜极而泣 泪流满面道 我终于自由了 一个个秘境中 观战的众人看得心中暗暗起了侧影之心 一个战奴 为了追求自由而奋不顾死的战斗 哪怕是明知必死也要继续站下去 这是何等的执着 何等的令人感动 玄天教主真是声明大义 我被风范 天下道德楷模 突然 一个秘境中传来哨天涯的声音 乌随境的声音紧接着传来 高声道 玄天教主手下留人 义是战奴 高风亮节 令人集结赞叹 当为一段佳话 又有一尊求然魔神叹息道 玄天小友如此心胸 令我等汗颜不已 不错 玄天小友胸襟宽广 令人肃然起敬 玄天小友光风即月 磊落敢当 老朽佩服 诸位谬赞了 江南荣光满面 团团拱手 笑道 小子率性而为 让诸位前辈见笑了 率真随性 玄天小友真是好少年 我被忠人 一尊神明竖起大拇指赞叹道 众人纷纷赞叹 突然 谈至圣僧眉心的一道树颜 缓缓闭合 向欧随真低声道 随真公子 小僧刚才已设立天眼看去 玄天教主和那位道人并未交手 所谓大五行灭绝大神通 只怕只是一句玩笑话 他眉心的树眼虽然闭合 但依旧隐隐有佛威传来 显然是一件极为奇妙的一宝 能够堪破一切虚妄 无道公子杀鸡四射 冷笑道 这小胖子败得太容易了 果然大有猫腻 我知道 乌随真脸色铁青 沈声道 这个玄天教主与小胖子一唱一鹤 显然早就相识 分明是在作戏给我们看 否则以那小胖子的实力 绝不会败 他原本也有些怀疑 此刻听到谭智圣僧如此一说 顿之其中的玄机 别人不知三缺道人的实力 他却心知肚明 每一次这道人逃脱 都花费他很大的力气 才能将他捕获 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狡猾 和难缠的家伙 怎么会在一个照面之下 变败给江南 而且 江南表现出的实力虽强 但是与这个小胖子 最多也就是不相上下 要胜出都已经十分艰难 更别提一招便将小胖子 打得倒地不起了 想糊弄我 逃出我的手掌心 没有那么容易 乌随真向身旁的 红发大汉丢个眼色 那红发大汉顿时会议 立刻将一道捆绳索记起 向三缺道人呼啸飞去 这道捆绳索正是三阳地域诸多神殿用来捆绑三缺道人的宝物 魔神炼制的法宝 妙用无穷 欧随真得到这道捆绳索之后 便将此宝交给红发大汉 只要三缺道人稍有不顺他心的地方 便让红发大汉记起捆绳索将三缺道人捆绑起来一顿鞭打 好 捆绳索化作游龙 张牙舞爪 向三缺道人直扑而去 瞬息之间便来到他的跟前 吃 游龙落在三缺道人身上 却被这胖子伸出两只手指头捏住龙头 轻轻一抖 这条游龙眨眼间便又便回一条绳索 软绵绵坠落下来 他的修为远远超过纳红发大汉 是才直接以无比强横的修为涌入捆绳索之中 将他的烙印抹除 纳红发大汉大惊 立刻提起鞭子便向三缺道人眉头眉脑抽去 立声道 死奴才 居然还敢反抗我 奴才 我如今已经是自由身 你还敢抽我 那就是你找死 三缺道人恶向胆边生 只见捆绳索再次飞起 刷得一声将那红发大汉捆得结结实实 夺过鞭子狠狠抽下 啊 那红发大汉惨叫连天 声音惊天动地 三缺道人边落如雨 没命抽下 恶狠狠道 让你抽老子 让你抽老子 混账 在我出云城的地盘上 也敢打我的人 乌隋真豁然起身 杀鸡大作 三缺道人反客为主 当着他的面抽打他的仆人 便是在抽他的脸 让他终于怒不可遏 立声喝道 来人 与我将这两个胆大包天之徒情下 此地乃是出云城 一个势力庞大的圣城 而欧隋真则是有望成为下任城主之人 追随者众多 甚至有些出云城的神魔也在暗中支持他 因此有着足够的本钱 可以轻而易举便将江南与三缺道人请下 隋真 不可放肆 正在此时 一个威严的声音突然传入欧隋真的脑海之中 欧隋真眉心之中突然多出一尊高达醋万丈的巨人 居高临下俯视他的神魂 审声道 这二人目前杀不得 乌隋真不由脸色为变 低头道 爹 这两人串通一气 又当众者辱孩儿 不杀不足以养我出云城之威 闭嘴 那中年男子赫然是一尊天神境界强者的神性 神威弥漫 在他眉心中显化 冷恒一生 呵斥道 还嫌丢人丢得不够麻 你若是肆意妄为 连我都护不住你 我要夺成主之位 你也要夺下任成主之位 你我父子 任何一人若是有了闪失都将万劫不复 乌随真心中一阵 顿时醒悟 额头不由冷汗滚滚 这里虽然是出云城 但中天世界诸多圣地圣城都有强者前来 江南与三缺道人刚才那番交手已经让众人看在眼里 都认为江南深明大义 三缺道人为自由和不畏死 二人可歌可泣 令人钦佩 甚至连许多神魔都对江南的兄弟大士赞誉 认为他是道德楷模 如果欧随真在众目睽睽之下 命令出云城的强者向他们二人出手 那么出云城的名声便算是彻底臭了 而出云城为了保住名声 便只能杀他以泄天下 别说成主之位便是性命都难保 孩儿明白了乌随真垂下头颅 现在这两人不可杀 但是除了出云城还不是任由你拿捏 那中年男子的神性渐渐散去 消失不见 你是我最出色的儿子 只要你不出差错 我便可以放心与大哥斗一斗 把他拉下来 到十副叶子城 你便是下任成主 乌随真常常吸了口气 看向江南河三缺道人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在这短短片刻 这二人便给他系上了上吊绳 让他自己往绳套里钻 实在阴险 他当时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现在得到那中年男子的点拨 这才恍然大悟 惊得一身冷汗 随真公子无需放在心上 无道公子冷冷地看着江南河三缺道人 审声道 神木令是我的 终究还是要落在我的手上 他们二人也是我看中的对手 逃不出我的血神剑 出云城中无法动手 但是出了城 便是他们二人的死骑 乌随真平定心神 微笑道 谭智圣僧有没有兴趣会一会这两尊神体 谭智圣僧目光闪动 含笑道 神体九父圣明 小僧也很想见世间事 验证一下神体与圣光佛体的强弱 乌随真哈哈大笑 瞥见江南河三缺道人走出金盘 与少天涯和欧随竟有说有笑 心道 先让你们得意一把 谭智圣僧 加上无道公子和我 只怕还无法拿下 那个玄天教主和小胖子少天涯 不过我爹此次肯定会借给我神摩集的人物 那时他们就算是插翅也难飞出我的手掌心 最好随靖纳斯也跟着他们三人一起出城 一发将这小子也给铲除了